继续分享 不分心才能发现 这里开篇的下半部分 认识我自己 是不苟过缺的 因为 不管问题是什么 它们都是由我制造出来的 我便是世界 我并不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 世界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要想认识 我周围的那些问题 它们是我自身的投射 是我制造出来的 那么 我就必须 在与万事万物的关系里 去认识自己 但倘若 我以比较 谴责 或辩护的姿态开始 就不可能实际任职 谴责 辩护 比较 是意识的本能 当我们在关系之境里 去审视自己的反应和特性 我们的本能反应 便是去谴责他们 或者为其辩护 认识这种谴责和辩护的过程 就是认识自我的开始 没有认识自我 我们就无法行之远方 我们可以发明许多的理论和猜想 加入各种团体 追随老师 大师 举行仪式 加入小派系 感觉自己比其他人优越 但所有这一切 都不会带领我们 达至任何地方 这只是 那些缺乏思考的人们 才会做的幼稚之举 要想探明什么是真相 什么是实相 探明究竟是否存在的真理 神 那么一个人 就得首先认识自我 因为不管他怀有怎样的 关于真理或神的概念 他们都只是自我的投射 而自我 创造出来的东西 显然永远不会是真实的 只有当心灵 迈入了彻底的境界 不是被迫着变得安静 不是受着强迫或控制 他才能够 弄明白什么是真实 只有当他懂得了自身的结构 他才能变得宁静 唯有识相 他不是意识制造出来的事物 才能让心灵 挣脱一切苦难 挣脱一切 摆在我们每个人 面前的难题 所以 我们应该首先 意识到自我 认识自我是何等的 重要和必须 因为 若没有认识自我 却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战争 敌对 忌妒 争斗 就将继续下去 如果一个人真的希望领悟 真理 那么他就必须有一个宁静的心灵 我又通过认识自己 静悟 才会到来 心灵的静悟 不是通过训练 控制 压制而来的 只有当我们 彻底认识了那些 由我们自己 制造出来的问题 才能迎来 心灵的静悟 只有当心灵 迈入了宁静 当他不去表现自己 实相 才会到来 也就是说 若想迎来实相 心灵 就必须实现宁静 不是被人为的 变得安静 不是受着控制 压制 或压抑 而是因为 认识了我 则整个结构 及其全部的记忆 局限 和冲突 而自发地 安静下来 一旦我们 充分地 真正地认识了 所有这一切 心灵 就将迈入境界 唯有这时 他才能 领悟真理 我这里 有一些提问 这个上午 我将回答 其中的一部分 不过 在回答提问之前 我想说 提出问题 期待得到解答 是很容易 是很容易的事情 然而我担心 生活 并没有 事或否 这样的答案 我们必须凭借 自己的力量 去发现 正确的答案 而要想探明 正确的答案 我们就得去 检视问题 检视问题 是不易的 尤其是一个 与我们密切 相关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带着常见 去着手问题的 希望能够找到 某个结果 能够得到 某个让人满意的答案 所以 在思考 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让我们一同 对问题展开 谈究 不要坐等着 我来告诉你们答案 因为 我们必须 每时每刻 去发现真理 而不是仅仅 对其进行阐释 真理 不是知识 知识 不过是培养记忆 而记忆 是经历的持续 凡是持续的事物 都不可能是真理 所以 让我们一起 探究这些问题吧 我这样主张 并非只是说得好听 我是认真的 你我 将要探明问题的真理 假如 你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探明它 它就是你的 但倘若 你坐等我来给出答案 就将毫无价值 原因是 而后 你将仅仅只是 停留在口头层面 你聆听的 持有语词 而语词 无法带领你 达至远方 提问 凡您解释一下 您所说的创造力 是指什么意思 可是回答 创造力 与能力有关吗 创造力 是指熟练地 掌握某种技巧吗 创造力 是天赋异禀吗 一个人 可以通过不断地练习 通过累积自身 和他人的知识与经验 来掌握某种技巧 然而 技巧的完美 能够带来创造力吗 你可以一连几个小时 演奏钢琴 你可以弹得十分专业 你的技巧 可以相当地完美 但这能够让你成为一位 具有创造力的音乐家吗 假如你知道如何写诗 假如你能够完美地写出 华丽的词造 那么你会因此成为诗人吗 技巧 会带来那种无我的自由吗 只有当自我 我 消失的时候 才能迎来创造力 否则 技巧 仅仅只会强化自我 或者让自我分心 只会修正它 或增强它 很明显 这并不能带来创造力 只有当头脑 与它制造出来的 正在制造的 或将要制造的事物 发生着冲突 它就不可能处于 创造力的状态 对吗 只要我们处于冲突之中 能够拥有创造力吗 显然 冲突 把每一种创造力的行动 都挡在了门外 只有当头脑安静下来 不处于冲突之中 创造力才会到来 只要头脑被困在正题和反题之间 对立面之间 如何能够迎来那种 无为的机敏的状态呢 而单单这种状态 便是创造力 我们以为 通过冲突 通过争斗 通过探索 分析 我们想获得和平 安宁的状态 然而冲突会带来 这种和平的状态吗 安宁的状态 难道不是独立于冲突之外的吗 只要渴望 获得某个结果 渴望拥有创造力 我们显然就必定 会处于冲突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 也就把创造力 挡在了门外 因此 一个人 如何才能拥有 创造力的状态呢 如何才能获得创造力呢 不可能获得创造力 我们唯一能做的 便是去认识 那把创造力 挡在了门外的冲突 认识冲突 就是认识自我 你知道 我们以为 拥有了某种技术 能够画画 写诗 写文章 以这种和那种方式 实现自我 这便是创造力 但是很明显 这并不是创造力 这不过是自我表现罢了 是通过技术 技巧 让某个欲望得到满足 但倘若我们能够认识冲突的整个过程 认识 那为了有所得 而去努力的过程 这种过程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如此多的矛盾 悲伤和痛苦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头脑将会变得格外的安静 没有任何努力 挣扎 争斗 当头脑安静下来 摆脱了自我的焦虑和欲求 唯有这一时 创造力才会登场 这种创造力 可能是用语词 大理识 思想表现出来的 也可能并不如此 也许 它可能是彻底的禁忌 但我们却渴望去表现 对大多数人来讲 创造力是一种表现的过程 是能够去做什么 我们觉得 表现的能力 远比获得自由来得重要 我们渴望去表现 因为它会让我们感到圆满 感到自己是重要的 会让我们感觉 自己是个人物 在社会上是有用的 这一切以各种方式 滋养着我们的空虚 于是也就摧毁了 创造力的状态 实际上 创造力 可能根本不会表现出来 因为创造力的状态 是竞济的 寻求表现 便是把创造力挡在门外 原因是 创造力永远 无法被累积起来 创造力 是时时刻刻的 它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一旦它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就处在了时间的领域之内 而凡是处于时间之欲的事物 都不是负有创造力的 创造力是永恒的 不受时间所欲 但我们却喜欢把它困在 时间的领域里 以便能够降其表现出来 只要头脑寻求着创造力 就永远无法获得它 原因在于 头脑的所有努力 都是处于时间的领域之内 只有当头脑 迈入彻底的宁静 这种静忌 不是被人为的引发的 创造力永恒 才会到来 所以 重要的 不在于用言语 去表现 创造力的状态 而在于去认识 头脑里整个冲突的过程 正如 风止水静 当头脑制造出来的问题停止时 创造力便会登场了 这一篇是在西雅图的第三层演说 1950年 7月30号 1950年 哇 这么久了 好吧 今天时间很晚了 大家晚安 提问 您认为 在今天这样一个 充满脑乱的世界里头 对于获得满足 保持怎样的心态 才是最为合适的呢 您能否建议我们 该怎样获得这种心态呢 客手回答 当您肯定是最为合适的心态呢 当您肯定是最为合适的心态呢 您会怀疑关于它的观念 对吗 您对于什么是满足 保持着一种陷入之间 您希望处于那一状态 于是 您寻求某个方法 您想要知道 如何获得它 满足是一个结果吗 是被获得的事物吗 难道不正是由于 新旧结果 才会导致不满吗 很明显 在我渴望 有所成就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拨下了 不满的种子 因为我希望获得满足 我已经把不满带进了心里 请让我们理解这种 想要得到某个结果的渴望吧 结果 总是给人带来满足 我们以为 它将给予我们 永恒的安全与幸福 也就是说 结果 总是自我投射出来的 我们制造出了它 或者想象出了它 或用言语描述了它 我们希望获得它 而后 我们便寻求某个方法 来得到它 我们想要知道 怎样才能得到满足 这种想要获得满足的欲望 或是 去寻求某个方法 以获得那一结果 难道不正 表明我们自己心灵的愚蠢吗 一个声称 我想要得到满足的人 显然 已经处于一种 停滞的状态了 它关心的 只是被封闭在 没有任何东西 会扰乱自己的状态里头 因此 它的满足 实际上 是终极的安全 是不受扰乱的个力 要被获得满足 我们所谓的 最高的精神上的获得 实际上 是一种衰退的状态 但倘若我们 能够认识不满的过程 东西 是什么导致了不满 同时 又不会得出任何结论 倘若我们 能够觉知到不满的 各种方式 不做任何选择的 去观察它的 每一个运动 那么 在这种觉知中 将会迎来一种 满足的状态 这种满足 不是意识的产物 不是思想过程 或欲望的结果 无论意识 制造出来的是什么 都显然是 建立在思想的基础上的 而思想 仅仅只是记忆 感受的反应 当我们寻求满足的时候 我们是在追逐一种感觉 一种 将会给人带来 彻底满足的感觉 但感觉 永远不是满足 如果我意识到 我是满足的 如果我觉知到了这个 那么 它还会是满足吗 美德 是自我意识到的吗 幸福 是这样一种状态 既我意识到自己 是幸福的了 我渴望更多 请不要对这些发笑 因为 你发笑 就会把这些问题 抛到一旁 而没有去注意它 理解它 对于你不想去面对 和审视的某些 严肃的东西 一笑了之 是一种肤浅的反应 满足 是一种 无法被获得的东西 尽管所有的宗教书籍 所有的圣人和大师 都向你许诺说 可以获得满足 但他们 他们的许诺 压根就不是处理诺 只不过是一种 让你满意的虚夸罢了 然而 我们能够认识 不满的整个过程 不是吗 是什么使得 我们不满的呢 很明显 是因为想要得到 某个结果 奖赏 成就 是因为 想要变得如何 如何 在这种 获得某个奖赏的过程里 会有惩罚 一个寻求奖赏的人 已经在自我惩罚了 赢得 意味着不满 渴望去获取 导致了害怕失落 正是渴望 获得满足 才带来了不满 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个 不是将其 视为理论 不是将其 视为要去思考 讨论 冥想的东西 而是把它 看作一个简单的事实 不是吗 在你渴望 某个事物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制造出了不满 所有的广告 我们社会里的一切 都在鼓动着 这种占有欲 鼓动着我们 去参加 去获取 去变得如何 如何 努力想要变得怎样 能够被称作进步 发展吗 显然 认识不满 有一个过程 在认识它的过程中 你将发现 不满 是私我 我的本质 我是不满的中心 因为 我是记忆的累积 记忆 无法生长 除非有更多的记忆 更多的感觉 直到你我 认识了这个我 其不满的中心 直到我们去探究它 理解了这种 变成 获取的整个过程 否则 必定 总是会有不满 一个因为 想要得到结果 而激动不安的心灵 如何能够去认识 任何事物呢 当它把自己 隔绝在自身 所获得的事物里 它可能会暂时 安静下来 但这样的心灵 显然是自我封闭的 永远无法认识那种 满足的宁静 这种满足 不是获取的结果 一个为结果所困的心灵 永不可能获得自由 而唯有在自由的状态里 才能得到满足 那种满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问 虽然我还很年轻 但对于死亡的恐惧 却营绕着我 我要怎样去克服这种恐惧呢 克氏回答 很明显 凡是被克服的东西 都必须要一再地去克服 不是吗 当你征服你的敌人时 你必须得一次又一次地 打贝他 这便是为什么战争 会持续不断的缘故 一旦你克服了一个欲望 就会有另外一个需要去克服的欲望出现 所以 凡是需要被克服的事物 永远无法获得理解 克服 不过是一种压制 你永远不能摆脱 那被压制的事物 因此 克服恐惧 仅仅只是把恐惧 暂时搁置起来罢了 于是 我们的问题 不再如何去克服 对于死亡的恐惧 而再去认识 死亡的整个过程 认识死亡 与你是年轻 还是年迈 无关 死亡 有各种形式 有针对老年人的 也有针对年轻人的 我们所有人 都因为我们的过去 尊重 想让自己取得进步 隐蔽的积累的权力 等等 而受的局限 尽管我们看上去很活跃 但我们的心灵 却可能是死寂的 因此 认识死亡的过程 需要展开大量的探索 而不是仅仅 去依附于某种信仰 即死后 究竟是否有永生 相信死后 会有来生 可能会带给你一种 思想上的慰藉 或许存在着某种 形式的永生 但然后又会如何呢 是什么事物 得到了持续呢 凡是持续的事物 能够富有生机 与活力吗 只要有持续 难道不就总是会 担心终结吗 所以死亡 是一种事件的过程 不是吗 我们所谓的时间 是指什么 有年代顺序层面的时间 不过 还有另外一种时间 对吗 它是心理层面的 持续的过程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永续下去 正是这种 对永续的渴望 带来了时间的过程 以及对于 不能持续的恐惧 我们关心的 正是这种 对于无法永续的惧怕 我们害怕的 正是这种终结 我们之所以害怕死亡 是因为我们以为 通过持续 我们将会有所得 将会获得幸福 毕竟 那个在持续的事物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能够 真正认识这个 如果我们可以 在座 在这里的时候 去真正的体验一下它 而不是仅仅去聆听话语 那么我们或许 就将懂得何谓 时时刻刻地去死亡了 认识了死亡 我们便能懂得生活 因为这二者 并无太大不同 假如我们不知道 如何生活 那么 我们就会惧怕死亡 但倘若我们 小的怎样去生活 就不会有死亡了 我们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 何谓生活 于是 我们便把死亡 看作是生的反面 因为我们害怕死亡 可一旦我们 能够明白 什么是生活 就能在生活的过程中 去认识死亡了 若想探明这个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所说的持续 是指什么意思 我们每个人 都怀有的 这种对于永续的 急切的渴望 究竟是什么呢 很明显 凡是持续的事物 都是一种名字 行品 经验 知识 以及各种记忆 这就是我们 不是吗 把你自己 划分成高等的自我 和低等的自我 这么做 无关紧要 你依然不过是 所有这一切的总和 虽然你可能会说 不 我远不止于此 我是一个精神质体 这种宣称 是思想过程的一部分 而思想 是记忆的 限定性的反应 那些受限的人 说到 我们不是精神性的 我们不过是 环境的产物 因此 那便是你的记忆 你的经验 你的思想 不管你把思想过程 置于哪个层面 你都依然是如此 你害怕的是 当死亡来临时 这个过程 也就是 你将会终结 或者 你会把它合理化 说到 死后 我将会以某种形式 存续下去 才来世 重返人间 那么精神尸体 显然无法永续 因为它超越了时间 持续 持续 意味着时间 昨天 今天 明天 所以 凡是永恒的事物 都不可能持续 声称 我是一种精神尸体 这是给人带来 慰藉的想法 然而正是 这种对于他的想法 将他困在了 时间之望里 所以 它不可能是永恒的 因此 也就不是精神性能 所以 我们拥有的 只是我们的思想 思想 也就是感受 我们除了自己的名字 形体 家庭 衣服 家具 记忆 经历 反应 传统 空虚 成见以外 再不拥有 其他任何东西了 这便是我们拥有的全部 这便是我们 希望永续的事物 我们害怕 这一切会终结 害怕我们将无法说 我为之努力的这些东西 全都是我的 那么 凡是持续的事物 能否自我更新呢 显然无法 凡持续的事物 都不可能实现更新 它只能持续 唯有那会终结的事物 才可以自我更新 只有当出现终结的时候 才能迎来圣机 与活力 可我们却惧怕终结 我们害怕死我 我们希望从昨天 进入今天 持续到明天 我们建立起乌托邦 为了将来 而牺牲现在 我们出于对永续的渴望 而杀死人类 假如我们格外 再仔细地去检验 那持续的事物 就会发现 它只是各种形式的记忆罢了 由于心灵 依附于记忆 因此 它惧怕死亡 但是很明显 唯有在死亡里 才能迎来 那超越了时间的事物 而不是在累积的状态里 意识 无法去构想 或体验那不属于时间的事物 它只能体验 时间的产物 因为意识 便是时间 过去的结果 所以 只要意识害怕终结 它就会依附于自身的持续 而凡是持续的事物 显然必定会走向衰败 我们的努力在于 要终结我们累积起来的一切 终结昨天的全部经历 毕竟 这便是死亡 对吗 不确定 处于一种完全敞开的状态 一个确定的人 永远无法认识 那超越了时间的永恒之物 一个怀有许多知识的人 永远无法认识 那超越了时间 属于未知的死亡 只有当我们每时每刻 去终结昨天的一切 去认识持续性的整个过程 才能迎来未知 迎来新事物 凡是持续的事物 永远不可能认识真理 未知 现事物 他只能认识自身 迟早出来的东西 我们大部分人 都是通过累积在火车 于是昨天和明天 就变得比现在 还要重要了 显然 必须得有年代 升起层面的时间 否则你就赶不上 你的火车了 但只要你未意识 也就是心理层面的 时间的产物所困 那么就不会有冲结 凡是持续的事物 都不是永恒的 唯有 那会终结的事物 才是不受世间所有的 也只有这种事物 才能认识永恒 提问 个体在社会中 有何作用呢 客师回答 个体与社会 是分开的吗 你与你的环境 是分开的吗 环境 把我们限定为了 基督徒 资本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社会主义分子 或是其他 环境反过来 又是我们自身的投射 对吗 社会 是个体创造出来的 而个体 又会受到 社会的限定 因此 个体与社会 是相互关联的 它们不是两个 分离的状态 或实体 只要你受着 环境的限定 会有单独的 个体吗 我并不是说 生活是如此 这是指理论罢了 然而重要的 是去探明 个体是否与 环境是分开的 不是吗 尽管我们可能 自称是个体 但我们难道 不为社会 所有吗 显然如此 我们是社会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此 尽管我们 看似单独的实体 但我们并不是 真正的个体 从身体层面来说 你我是单独的 不同的 但内在 却有着 坚人的相似 不管表面来看 种族和习俗 可能有着 怎样的差异 我们全都 或多或少 是沿着同样的方式 被塑造和影响的 全都为恐惧 依赖 信仰 对安全的渴望 等等限制的 很明显 只要我们 为环境所有 环境 是我们 制造出来的产物 那么我们 就不是 真正的个体 虽然我们可能 会有不同的名称 只有当我们 能够超越 这种限定 才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个体 个体 是一种 富有创造力的状态 是一种 独在的状态 在它里面 摆脱了 欲望的 限定性的影响 因此 只要我们 为 欲望 所困 只要思想 仅仅只是 欲望的反应 它的确也是如此 就一定会有 来自社会 环境 以及我们 自身 对社会 做出的 反应的 精力的限定 我们是社会 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如果我们努力 想要在自己 跟社会之间 建立起一种关系 仿佛我们 同社会 是两个 分开的实体 那么我们 显然就会 误解 这整个的过程 除非我们 认识到 社会是通过 我们自身 欲望的本能 反应 来影响 塑造 控制着我们的 否则我们 显然就不是 动一弯的个体 哪怕我们 可能会声称 我是一个 单独的灵魂 以及其他的一切 这不过是在 宣称某种 教义 信仰 而这始终 会遭到那些 属于另一团体 的人们的否定 所以 我们以一种方式 受到限定 他们 则以另一种方式 受着局限 只要我们把自己 视为跟社会 分离开来的实体 那么我们 就永远无法 认识社会 或自身 我们 将总是处于 和社会的冲突之中 但倘若 我们能够懂得 欲望的过程 欲望 导致了那限定着 我们的 环境的影响 就可以超越 和发现那种 真正的个体 所具有的 独在的状态 以及那种 独一无二的存在 也就是 创造力 所以 重要的 不在于去探究 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 而在于 去觉知到 我们是怎样 被自己的信仰 欲望 动机 所限定的 觉知意识 和潜意识 或是过去 对现在的 集体的反应 认识一个人 自身思想的 表层与深层 这显然 要比 谈究个体 与社会之间的 关系 来得重要 假如我们 真的 东西了这个 那么 改革社会 就会成为 次要的事情了 如果没有 认识我们自己 改革社会 就只会导致 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于是改革 也就没完没了了 但倘若我们 能够超越 欲望的局限 便能迎来 个体的变革 若想带来 一个崭新的世界 不可或缺的 正是这种 内在的革新 单纯一朝 某种意识形态 去变革世界 将会毫无意义 因为 基于理念之上的变革 根本就不是变革 观念 只不过是过去 对现在的反应 只有当我们 认识了欲望 才能实现 内在的革新 或转变 这种内在的变革 才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单单这种变革 就能带来一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察者 既所关注 假如我们能够 找到某个法子 来摆脱私生的冲突 就不会去追随 成为了 但由于我们 没有找到办法 来解决自己 与日激增的 无数冲突 于是我们 要么 求助于内部的权威 要么 求助于外部的权威 以获得指引和危机 结果 权威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变得格外重要起来 因为我们 没有能力去认识 和解决冲突 所以 就把权威当作一种 逃避冲突的手段 而手段 则变成了最为重要的东西 而不是去了解 探索冲突的过程 于是 我们便有了各种各样的 内部和外部的 无数权威 外部的权威 形式为 知识 榜样 老师 等等 内部的权威 则是我们 自身的经历 和记忆 当身陷冲突 和焦虑的时候 我们便去求助于 他们 来获得指引 因此 外部的 和内部的权威 带给了我们 一种希望 使得我们 以为由此 便能够摆脱掉 自身的 各种麻烦 和困惑 然而任何形式的权威 无论是外部的 还是内部的 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吗 我们越是去寻求权威 理想 结论 希望 就越会依赖它们 于是 依赖权威 变得比认识冲突本身 更加重要起来 我们对权威的依赖越它 我们就会变得 越依赖 因为依赖性 最终会破坏掉 我们自身 认识问题的信心 我们大多数人 都不相信自己 有能力去探明 探索 许多问题 当我们 依赖权威的时候 这种信心 显然就会 被否定掉 自信 不是傲慢自大 一个人 经历的越多 心理上 就越会确定 就会变得 越法傲慢 和固执 这样的自信 只不过是一种 自我封闭 一种体制 但我认为 还有另外一种信心 它不是累积性的 若想探究 充足的本质 一个人 就不可以 把自己累积的东西 带入进来 假如 他带着先前的知识 展开探索 却不再是探索了 而后 你不过是 从已知 一向一致 从确定 一向确定 从你已经 经历的 一向你希望 去经历的 而这根本就不是 探索 或检验 这不过是一种 累积知识 经验的过程 而他所带来的信心 其实是一种 过分自信的自杀 我觉得 有一种信心 更加的隐蔽 更加的有价值 让你不再有 任何累积的意识 而是不断的 去探索 去探索和发现 便能迎来 这种信心了 正是这种 不断发现的状态 不断探索的能力 带来了一种 永恒的信心 这种信心 绝非自打 当存在任何 形式的权威 当我们依赖 或求助于他人 也获得行动的字眼 就会把这种 不可或缺的信心 挡在门外 当我们 有所依赖时 会带来某种自信 尽管在自信里面 包含有恐惧 然而 通过追随他人 从属于某个前提 信仰 某种理念 或某些 教义所获得的自信 显然是一种 自我锋利的过程 不是吗 一个不断在 自我隔离的心灵 注定会唤醒恐惧 于是 也就会从一个权威 游走到另一个权威 从一种情感的耗尽 游走到 另一种情感的耗尽 在这种过程里 我们的问题 从不曾得到解决 而只会 与日激增 那么 能否损失我们的冲突 而不带入任何的权威 无论是外部的 还是内部的权威呢 韩明简 一个人可以展开 无为的戒指 决知那些冲突 既不做任何选择 也不去谴责 也就是说 他可以展开戒指 但不是作为一个观察着 自己的经历 或者分析着 自己身上 他想要去消灭的 某个东西的观察着 而是 以一种无为的状态 去戒指 在这种状态里 观察着 即所观之物 在这种意识的状态里 我们将会发现 问题得到了认识和解决 但倘若我们 选择关于某个问题的 行动的方式 做比较 或谴责它 那么 我们就只会增加抵制 从而让问题 愈来愈多 这种选择的过程 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 都上演着 这便是为什么 我们让问题 与日激增 而不是 练习减少的缘故 只有当我们 寻求答案 结论 从而依赖于 外部 或内部的权威时 问题 才会变得越来越多 依赖权威 实际上 会妨碍我们 对问题的认知 问题 总是新的 没有问题是旧的 只要它是问题 它就是挑战 因此 总是新的 问题 始终是自造出来的 所以 重要的是 去认识自我的 整个过程 不要有任何的权威 不要遵循 任何模式 或者求助于 某个榜样 理想 或联想 自知 是终结一切冲突的开始 只有当冲突停止 才能迎来 创造力 创造力 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当思想的过程停止 创造力的状态 便回到了 唯有这时 那不可知的是我 才会向你走来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携手擦枪 探索之旅 让我们大家 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发现每一个问题的真理 做等答案 或者依赎于某个观点 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而这正是 你我喜欢做的事情 要想探明 何谓真理 心灵 显然就必须处于 机敏的 警觉状态 这会让我们 能够深入地 谈究 每一个问题 提问 什么体制 能够让人 获得最大的 胜利上的安全 科学回答 这个问题里面 涵盖了几个方面 不是吗 我们所说的体制 是指什么意思 我们所说的 胜利的安全 又是指什么呢 我们的体制 是指意识形态 要么是左翼的 要么是右翼的 对吗 意识形态 可以保障 胜利上的安全吗 体制 理念 教育 能够带来安全吗 无论它多么 让人憧憬 思考的多么 精妙 细致 多么薄絮 围绕理念 知识 经验 建立起来的 正式结构 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体制 对吗 它是一种 与其他意识形态 相对立的 思想意识 那么 它能带来 胜利上的安全吗 我们所说的 观念 一知为何 观念 是一种 思想的过程 不是吗 如果一个人 去思考一下 会发现 观念 不过是累积的知识 和经验的结果 我们求助于观念 将其作为 获得生理安全的手段 观众方式来表述好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有许多的难题 饥饿 战争 失业 人口过剩 土壤的服饰 等等 以饥饿为例 尽管它或许不是这个 不与东方的国家 会有的问题 两种对立的机制 左翼和右翼 都试图去解决该问题 意思便是 我们用某种理念 公式 去着手问题 而后 就公式 展开争斗 结果 公式 准则 体制 变得比饥饿 这一问题 增加重要起来 问题是饥饿 而不是用什么观念 公式 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观念 而非饥饿本身问题 于是我们依照自己的理念 结成了一个个彼此对立的团体 并且为自己抱持的理念而战 彼此清算 而肌肉问题 却依然继续着 所以重要的是能够去执念问题 直接地应对它 而不是注注于某种体制 通过认识问题 我们自然就可以将其解决了 这跟用某个公式去着手问题 是完全不同的 不是吗 毕竟我们有足够的科学知识 去解决饥饿的问题 为什么没能解决掉呢 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我们的强权政治 以及我们如此骄傲的 无数其他荒谬 所以它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 没有任何专家 可以将该问题解决 因为专家 是依照自己的公式准则 从自己的观点出发 来审视问题的 这便是为什么说 重要的是去认识一个人 自身思想的整个过程 那么 只要我们寻求着心理的安全 就能够拥有生理的安全了吗 这是这个问题里面 所包含的另外一点 我们已经懂得 当我们求助于某种体制 以获得生理安全时 这将会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们将试探 试图去探明 我们所谓的生理安全 是指什么意思 以及生理上的安全 是否并不依赖于 心理上的安全 如果我们寻求 心理的安全 是否就能够保证 生理的安全了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财富 把财富当作一种 获得心理安全的手段 那么我们难道 不就会导致生理上的不安全了吗 财富对于我们而言 变得最关重要 因为我们的心灵很虚弱 而财富给了我们地位 权力 凝望 于是我们在他周围 竖起栅栏 称他是我的 为了保护他 我们建立起了警察 军队 由此滋生出了国家主义和战争 所以 正是因为渴望 获得心理上的安全 我们才导致了生理上的不安全 因此 生理的安全 完全依赖于 我们是否在寻求着心理的安全 假如我们没有寻求任何形式的 心理的安全 那么显然就能够获得生理的安全 于是 生理的安全 启迹于我们去认识自身心理的过程 我们内在的整个节奏 只要我们没有认识自己 那么任何体制 都无法带进我们生理的安全 建立在观音之上的变革 永远不会是真正的变革 因此 也就永远不会带来生理的安全 因为它不过是 以一种经过的修正的方式 持续的现状化 责心 转变 不是源于思考 只有当思想终止时 才能迎来变革 我们的困难在于 我们如此困在乌图棒的情愿里去 以至于 愿意为了将来 而牺牲掉现在 但正是这种牺牲现在的行为 把将来给毁掉了 只有当我们认识了 当下实相的事实 不去根据任何思想意识 对它进行解释 才能获得胜利的安全 而这种安全 是如此的不可或许 感谢观看 提问 今天的世界 有许多关于神的观念 您对神有何看法呢 客室回答 首先 我们必须探明 我们所谓的概念 是指什么意思 我们所说的思想过程 是指什么意思 因为毕竟 当我们构想出一个概念的时候 比如 关于神的概念 我们的公式或概念 必定来自于 我们所受的限定 对吗 如果我们相信神 那么我们的信仰 显然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 有些人 有些人 自海提时代起 就被训练着 去否定神的存在 有些人 则被训练着 去相信神 就像你们大部分人那样 所以 我们依照自己所受的训练 所处的背景 依照我们的个性 喜好 希望和恐惧 构想出了关于神的概念 那么 很明显 只要我们没有认识 自身思考的过程 单纯的关于神的概念 将毫无价值 不是吗 原因是 思想能够制造出 他所喜欢的一切 他可以制造出神 也可以否定神 每个人都能够 按照他的倾向 愉悦 痛苦 去发明和破坏神 因此 只要思想再活动 再构想 再发明 就永远无法发现 那超越了时间的事物 只有当思想终结的时候 才能探明神 真理 那么 当你询问 您对神有何看法的时候 你已经构想出了 你自己的看法 不是吗 思想 可以制造他 已经制造出的神 与体验 但是很明显 这并不是真的体验 他只是思想 所体验到 制造的产物 所以不是真实的 但倘若你我能够 懂得这其中的真理 那么 或许我们 便将体验 某种比单纯的 思想的 制造物 要伟大的多的事物 现在 当外部的不安全 越来越严重的时候 显然就会去 渴望内在的安全 由于我们无法找到 外部的安全 于是变在观念 想法里面 去寻求它 结果 我们就制造出了 我们所谓的神 而这个概念 也就变成了 我们的安全 那么 一个寻求安全的心灵 显然无法找到实相 真理 要想认识 那超越了时间的事物 思想的产物 就必须终结 没有语词 符号 形象 思想就无法存在 只有当意识 安静下来 摆脱了它自己的 创造物 才能探明真理 所以 紧紧去探寻 究竟有没有神存在 这是对问题 做出的不成熟的回应 对吗 构想出关于神的观念 真的很幼稚 要想体验 认识到那 超越了时间的事物 我们显然就得认识 时间的过程 意识 是时间的产 它是建立在 昨天的记忆之上的 那么它能够摆脱 无数个昨天 继时间的过程吗 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它与信或不信 无关 信或不信 是一种无知的行为 可一旦认识到思想 为时间所佑这一特性 就能够带来自由了 单单在这种自由里面 就会有所发现 然而 我们大部分人 都希望去相信 因为这有便利许多 它会带给我们安全感 让我们感觉自己 从属于某个群体 很明显 正是这种信仰 把我们划分开来 因为你信某个东西 而我则信其他的东西 因此 信仰 犹如一道障碍 它是一种 瓦解 分裂的过程 于是 重要的不在于 培养我们去相信 或不信 而在于 认识意识的过程 正是 意识 思想制造出了时间 思想 即时间 思想制造出来的一切 都必然属于 时间和范畴 所以 思想无法超越自身 若想发现 那超越了时间的事 思想 就必须停止 这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因为思想的终结 并不是通过训练 控制 排斥或压制而来的 只有当我们认识了 思想的整个过程 思想 才会终止 要想认识思想 就必须认识自我 思想 其自我 思想是一个 把自己跟我 进行认同的字眼 无论 自我 被置于哪个层面 是高等 还是低等 它都依然 处于思想的领域之内 要想发现 神 既那超越了 时间的事物 我们就必须 认识思想的过程 也就是说 必须认识 自我的过程 自我 是非常复杂的 它不是只处于 某一个层面 而是有许多的想法 实体 构成的 每一个都有 同其他有着矛盾 必须不断地去觉察它们 在这种觉知中 不做任何选择 既不去谴责 也不去比较 意思便是说 必须能够 按照它们的 本来面目 去查看 不要歪曲它们 或去解释它们 在我们 对所观之物 进行判断 或阐释的那一刻 我们就将根据 自己的背景 对它们予以歪曲 若想发现真理 或神 就不可以 怀有任何信仰 因为接受 或排挙 都有碍于发现 我们全都渴望 获得外部的 和内部的安全 心灵 必须认识到这种 对于安全的寻求 是一个幻觉 只有不安全的心灵 只有彻底摆脱了 任何形式的 占有了心灵 才能有所发现 这是一项 艰巨的任务 这并不意味着 要隐退到森林里去 或是到某个修道院里去 或者把自己隔离 封闭在某种信仰里头 相反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活在 孤立隔离的状态 活着 即意味着 处于关联之中 只有在关系里 我们才能自发地 发现 自己的本来模样 一旦发现了 我们自己的真实模样 没有任何谴责 或辩护的意识 就能带来我们自身的 根本性的转变 而 这 便是智慧的开始 在西雅图的第一场演说 1950年 7月16日 今天分享第七章 地点是美国 华盛顿 若想改变世界 就得觉知 自己的心理反应 在我看来 重要的是 学习聆听的艺术 我们大部分人 都只去听那些 让人开心的 合一的内容 我们不去听那些 可能会带来混乱 扰乱 会深深地影响我们 会质疑我们 所抱持的信仰 和观念的东西 很明显 我们应当懂得 如何一边聆听 一边不去很费力地 想要理解 这一点 十分重要 当我们努力 去理解的时候 我们的精力 多半用在了 努力上 而不是去理解 很少有人 能够在 聆听的时候 不去体制 不去在自己 跟演说者之间 竖起障碍 但倘若我们 可以抛开 自己所怀有的 那些看法 抛开我们 那些累积的 知识和经验 就只是轻松地去听 不要做任何努力 那么 或许我们便能认识 那根本性的 转变的本质了 身处于当今 如此重大的危机 这种根本性的转变 是这般的不可或缺 因此 必须得有某种改变 这一点是显见的 我们正站在 悬崖的边上 危机 并不局限于某个团体 宗教或群体 而是将我们所有人 都裹挟其中 无论你是美国人 还是韩国人 日本人 还是德国人 苏联人 还是印度人 你都不可避免地 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 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危机 若想充分地认识他 假如一个人 对此抱着 严肃认真的态度 那么他显然 就得从对自我的 根本性的认识开始 世界同我们 每个人 并不是分开的 世界的问题 就是你我的问题 这不是戏剧性的 慷慨沉测 而是真切的事实 只要你仔细地 检验一下这个问题 展开充分的谈究 就会发现 集体的问题 便是摆在我们 每个个体面前的问题 我觉得 集体问题 跟个体问题之间 并没有结分 世界 就是我们的模样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制造出来的一切 对于我们而言 就成为了世界的问题 所以 要想认识我们在世界上 所目睹的这一极为复杂 与人俱增的问题 我们就应该认识自己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必须向内转 必须变得十分主观 以至于 不去同外部事物产生联系 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过程 是毫无意义的 根本没有用处 但倘若我们能够 意识到世界的危机 正在上演 或将要上演的混乱 悲剧 令人惊悍的杀戮和灾难 这整个令人 无比厌恶的混乱 倘若我们能够明白 这一切 都源自于我们自己 日常的生活与行为 源自于我们所抱持的宗教的 和国家主义的信仰 倘若我们能够懂得 这世界的灾难 是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并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 那么 我们对问题的探究 就将既不是主观的 也不是客观的 而是会通过一种 既然不同的方式 来展开了 那么 通常来问 我们要么是用客观的方式 要么 是用主观的方式 来着手这些问题的 对吗 我们试图去认识这个问题 或者 会从客观层面 或者 会从主观层面 困难在于 问题 既不是纯粹主观的 也不是纯粹客观的 而是二者兼有 它既是社会的过程 也是心理的过程 这便是为什么 没有任何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心理学家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无论你去遵循哪一种体系 不管是左翼的 还是右翼的 也都无法解决该问题 专家学者们 只能从他们自己 所属的领域 去着手问题 他们从不曾将其 视为一个 完整的过程去对待 要想认识该问题 一个人就在前面的 充分地去着手 所以 我们显然 既不能够从主观层面 也不能够从客观层面 去应对问题 而是必须 将其视为一个 完整的过程 去对待 要想把世界的危机 当作一个 统一的整体去认识 一个人 就必须 从自身开始做起 在外部世界 有不断的战争 冲突 混乱 不幸 争斗 而身处其中的我们 在寻求着安全和幸福 很明显 这些外部的问题 源于我们自己 内心的混乱 冲突 和痛苦 因此 为了解决 外部的问题 他们并非 独立于我们 内心的争斗 和痛苦之外 我们显然 就必须开始着手 去认识 我们自身 思考的过程 也就是说 必须得认识自我 没有从根本上 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我们的意识 和潜意识 思考就缺乏基础 不是吗 假如我没有深刻的 从各个层面 了解我自己 那么我的思考 与行动的基础 在哪里呢 虽然这话 每一个步道者 宣传者 都说了一遍又一遍 但我们却继续 抱以漠视的姿态 因为我们觉得 通过环境的改变 通过改变外部的状况 我们就能从根本上 转变自身 思考的过程 但是很明显 只要我们能够 更加审慎一点 热气一点地 去审视问题 就会看到 单纯的外部的转变 永远无法带来 根本性的革新 没有认识自我 我的整个过程 没有认识我们 自身思考的过程 那么无论我们 怎样聪明地 去重建外部环境 都会被我们 生活于 期间的内心的混乱 所战胜 所以 对那些真正抱持着 严肃态度的人 那些不是仅仅口上说的 天花乱坠 或者去追逐 某种信仰的人 很明显 对于这些人来讲 重要的是 开始去认识 他们自身思想的过程 难道不是吗 因为 毕竟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所受的 限定的反应 如果没有限定 就不会有任何思想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个 社会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资本主义者 天主教徒 新教徒 印度教教徒 或者其他什么 你的思想 都是难以限定的反应 若没有认识 这一限定或背景 也就是 你 那么无论你做什么 思考什么 都必然是 该限定的反应 因此 要想带来 自身根本性的变革 就必须认识 这一导致了 思想过程的背景 限定 而这种认识 自我 便是智慧的开始 不幸的是 我们大多数人 都是通过书本 通过聆听他人 来寻求智慧的 我们以为 通过追随专家 或是加入 这些团体 或宗教组织 我们就能认识生活了 显然 这些全都是逃避 不是吗 因为 毕竟我们必须认识自己 认识自我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我们不是仅仅活在 某一个层面 我们存在的结构 是处于多个层面的 我们身上 有着许多个 不同的尸体 他们彼此冲突着 没有认识 自我的整个过程 我们便无法 最终解决任何问题 无论是政治的 经济的 还是社会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 是人的关系的问题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就得开始着手 去认识自我的全部过程 若想带来世界的改变 这显然是必须的 我们就得觉知自己 所有的心理反应 不是吗 觉知我们的反应 便是去观察它们 不做任何选择 既不去谴责 也不去辩护 就只是在关系的过程中 在行动的过程中 去认识我们 自身思想的整个过程 于是我们 要开始充分地 全面地解释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要觉知它的 全部范围 然后就会发现 我们的反应 是怎样为我们的背景 所用 这些受限的反应 是怎样导致了 世界的无序 所以 自知 是自由的开始 要想有所发现 要想认识 什么是真理 实相 神 就必须实现自由 自由 永远无法通过信仰而来 相反 只有当我们认识了信仰 和记忆的 限定性的影响 才能迎来自由 一旦意识 懂得了自身的过程 它就将迈入真正的 自发的宁静 在这种经济里 这种经济 无法通过任何强迫而得来 自由 便回到来 唯有这时 才能发现真理 所以 伴随着对自我 我的认知 伴随着 对我们思想的 整个过程的认知 就可以迎来 自由了 这里有一些提问 在思考他们的时候 容我建议一下 你我应当努力去探明 问题的真理 而不是仅仅 坐等某个答案 生活 没有简单的 是或否这样的接答 我们应该 非常深入地去探究 每一个问题 若想展开深入的探究 我们就得从进处开始 仔细地去探索 不要错过一步 假如我们可以 一起踏上探索之旅 发现关于这些问题的真相 那么 任何专家 任何来自公众意见的压力 任何不成熟的思考 都无法遮蔽住 那被发现的失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呢 科士回答 首先 世界的危机 与你是分开的吗 当今世界的灾难 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冲突 是分开的吗 毕竟 这一灾难性的世界形式 正是来自于我们所抱持的分离主义的信仰 我们的狭隘的爱国主义 我们怀有的宗教偏见 所欠的敌对 经济的壁垒 正是这一切的集体的反应 它是我们日常的争斗 无情的效率的结果 不是吗 因此 世界的危机 是我们自身的投射 它同我们并不是分开的 要想带来世界的根本性的转变 我们每个人 显然就必须冲破 摆脱 那些局限障碍 以及限定性的影响 因为正是它们导致了 这一世界性的恐怖 与混乱 然而我们的困难在于 我们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自己 负有责任的 我们没有真正领悟到 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 把人们划分开来 那些所谓的宗教 及其教义 信仰 仪式 是会带来解分 格力的影响 尽管他们高声 炫耀人类的团结 但他们自己 却是导致人与人 相互对立的手段 我们没有懂得 这其中的真理 没有懂得 如下事实的真相 即我们此生 那些受限的想法 经验 知识 同样是一种 会带来隔离 解分的过程 只要存在着隔离 解分 显然就会出现 瓦解 分裂 最终 会走向战争 我们的生活 实际上是 瓦解 分裂的过程 在它里面 没有任何 生机与活力 没有任何 创造力 我们就像是 留声机上的唱片 重复着某些经验 口号 复制着我们 所得到的知识 在重复的过程中 我们制造出了 许多的噪音 我们以为 自己在活着 但这种机械化的重复 显然是一种瓦解 分裂的过程 当这种重复 被投射到外部的世界的时候 就会变成世界性的危机 带来最终的毁灭 因此 世界的危机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投射 我们是什么样子的 就会让我们周围的世界 呈现出怎样的面目 所以 对于那些真的 保持严肃态度的人 最为重要的事情 是让我们的本来面目 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因为 唯有转变了我们自己 这正在上演的恐怖 才会结束 然而不幸的是 我们大部分人都很懒惰 我们希望别人 来为我们做事情 来告诉我们 该做什么 我们满足于自己 那些琐碎的知识 满足于我们小小的经验 满足于那些报纸上 陈词烂调的标语 口号 渐渐的 我们在自己那些狭隘的方式中 固步自封起来 我们失去了改变的活力 失去了心智的训诫和敏锐 所以 问题不在于弄清楚 你对世界危机 富有的责任 而在于意识到 你是怎样的 世界就会是怎样的 如果你自己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那么世界的危机 将会继续下去 而且还会与日俱增 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 是 问题在于 怎样带来自我的 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将会在 接下来的四周时间里 讨论这一问题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转变 不是单纯的改变 修正一个人的态度 这样的改变 是流于表面的 它永远无法触及到根本 因此 我们应该以 极为不同的方式 视角 去思考 这整个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我们要做的事情 便是这个 提问 有好几种冥想的方法 既有东方的 也有西洋的 您建议哪一种呢 可是回答 认识什么是正确的冥想 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重要的是去知道如何冥想 如何处于冥想的状态 然而 遵循某种方法 不管是东方的 还是西方的 都不是冥想 当你遵循某个方法的时候 你所学到的一切 便是让头脑 遵从某个模式 或者让它沿着 某个潮流去运作 如果你足够热切地 去追逐这个 你就会知道出 该方法 所保证的结果 但是很明显 这并不是冥想 关于冥想 有许多无意义的教育 尤其是那些 来自东方的人们 所给出的教育 请不要发笑或鼓掌 这不是那种会议 我们要努力去查明 什么是冥想 你会发现 那些追逐方法的人 那些去使头脑 进入某些练习的人 显然会依照该公式 去局限头脑 所以 头脑不是自由的 唯有自由的头脑 才能有所发现 而不是一个 依附某个方法 受限的头脑 无论是东方的 还是西方的方法 限定是一样的 不管你可能给它 信仰 公式 准则 若想发现该问题的真理 你显然就得认识到自己 为某个体系 方法所困 觉知到意识 被困于某个体系 方法的过程 便是冥想 觉知思想的整个过程 就是自知 不是吗 所以 冥想 是自知的开始 没有认识你自己的思想的过程 仅仅坐在某个角落里 渐渐迈入冥静 或者随便你怎么做 都不是冥想 它不过是 希望变得如何 希望有所收获 很明显 专注也不是冥想 仅仅让思想 集中在某个念头 形象 或是语句上头 把其他的想法排除在外 这并非冥想 对吗 你能够以这种方式 来学习专注 但专注 实际上是排它 当头脑在排它的时候 它不是自由的 我们为什么想要让思想 聚焦在某个形象 念头上面 或者练习 某种所谓的 勉强的方法呢 而且还是越生命越好 因为我们以为 通过全神贯注 或是通过祷告 通过不断地重复某些话语 头脑就会变得安静下来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 专注 是一种排它的过程 我们选择某个念头 或想法 然后全身贯注在它上面 当我们强迫头脑 专注于它的时候 其他的想法会涌现出来 于是冲突 变回上瘾 我们把精力 都花在了这场 浪费性的战役里了 但倘若我们 能够在每一个想法 出现的时候 向它敞开 并且去认识它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头脑 不会再回复到 任何想法上面 头脑之所以 回到某个想法上 是因为没有认识它 也就是说 那没有得到认识的事物 会一再地被重复 仅仅仅排它 无法阻止这个 所以 所以 专注 去排它 并非冥想 我们大部分人 都希望带着我们 自己的记忆 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知识 过一种排它性的生活 而专注 替我们所谓的冥想 不过是一种 进一步的自我封闭 自我隔离的过程 然而 通过隔离 头脑是永远 无法获得自由的 不认你 制造出来的观念 可能是多么的宽广 现在 你通过所谓的祈祷 不断重复某些话语 来让头脑 安静下来 可一旦 头脑被催眠着 进入宁静的状态 这会是冥想吗 很明显 这么做 只会让头脑 变得尺寸 麻木 不是吗 虽然头脑 可以通过训练 而变得宁静 这种训练 是基于想要获得 某些结果 但这样的头脑 显然不是自由的 通过训练 永远无法带来自由 尽管我们以为 为了获得自由 我们就必须训练自己 开头 决定的结尾 如果头脑 在一开始 就是受训诫的 那么 它在最后 也会是受训诫的 永远无法获得自由 但倘若我们能够 认识训练 控制 压制 生活 替代的过程 那么 就能从一开始 就获得自由了 因为手段和目的是统一的 它们并不是分开的过程 无论是政治 还是宗教层面 皆如此 所以 通过专注进行训练 并不是冥想 各种形式的祭祷 也不是冥想 这些全都是些伎俩 好迫使头脑 安静下来 一个通过意志 通过欲望 而人为的 变得安静的头脑 永远不会是自由的 假如我们真正去审视 所有这一件 专注 祈祷 各种冥想的方法 以及我们学习的 催眠头脑 使其安静下来的 各种技巧 就会发现 它们是思想的方式 自我的方式 这种发现 便是冥想的开始 而冥想 又是自知的开始 如果没有认识你自己 仅仅去专注 去遵从某个模式 遵循某个方法 通过训练 让头脑安静下来 这些做法 只会带来更多的不幸 更多的混乱 但倘若你在关系里 观察自己 在你谈话 走路的时候 观察你自己 不做任何选择 从而认识 自身思想的方式 当你在观察一只飞鸟 或是审视某个人的时候 那么 在这种觉知中 就会出现 你受限的状态的反应 在这种自发性里 你将会发现 自己的本来面目 你越是去观察自己 不做任何选择 既不去谴责 也不去辩护 就会拥有越多的罪友 这种罪友 便是冥想的过程 但你无法培养自由 正如你无法培养爱 自由的到来 不是通过去寻求它 而是当你认识了 自身的整个过程 举越够的时候 冥想 是自知的开始 当你从近处开出时 你才能行至远方 于是你会看到 思想 即头脑的产物 将在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 终结自身 而后便会迎来禁忌 不是那种自由自我修炼 实现的禁忌 由头脑导致的禁忌 而是一种 不属于时间的禁忌 在这种禁忌里 将会迎来创造力的状态 迎来永恒 而永恒 即真理 所以 如果没有认识思想的方式 单纯地迫使头脑展示影响 将会是完全地浪费时间和精力 只会制造出更多的混乱与普遍 然而认识自我 去思想者的过程 认识自我 去思想的方式过程 便是智慧的开始 若想迎来智慧 就必须了解累积的过程 这一过程 就是思想者 没有认识思想者 冥想 就毫无意义 因为 无论他创造的是什么 都是依照 他自己所受的限定 而这显然 不是思想 只有当头脑 认识到自身 整个过程 也就是思想 他才能够获得自由 没有这时 永恒 才会正常 在纽约市的 第五场演说 1950年 7月2日 提问 祈祷 能够成为 生活与 宗教之间的纽态吗 可是回答 我们所谓的祈祷 是指什么意思 我们所谓的生活 和宗教 又是指的什么 生活跟宗教 是分开的吗 很明显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是如此 因此 我们把祈祷 当作一种 连接生活 和宗教的手段 为什么生活与宗教 是分离开来的呢 什么是宗教 什么是生活 宗教 便是去追求 某个理念吗 当你生成宗教 是追随神的时候 那么你的神 显然就是一种观念 对吗 于是你的神 是一种 自造出来的事物 或者 假如你否定神 接受另外的意识形态 不管是左翼的 还是右翼的 那么它依然 是一种宗教形式 因此 宗教 仅仅是遵循 某个观念的模式吗 该观念 许诺说 现在或将来 会得到奖赏 宗教与生活 与行动 与关系 是分开的吗 我们所说的生活 一指为何 生活 便是关系 不是吗 没有关系 与人 与观念 与物 与财产 与自然的关系 会有生活吗 在顾虑 隔绝的状态 能够有生活吗 然而 这正是我们每个人 所追求的 不是吗 我们把自己封闭 隔绝在我们的 观念 以及我们与周围 一切事物的关系 由于处于 隔绝的状态 于是 我们便希望 与我们所谓的宗教 建立某种关系 或者联系起来 这不过是 另外一种形式的 隔绝罢了 也就是说 由于我们在 自己的关系里 寻求着 内在的安全 结果我们使得 外部的安全 成为了不可能 在宗教里 我们同样寻求着安全 我们的神 是终极的幸福 绝对的安宁 很明显 这样的神 是我们的意识 发明出来的 以便保证 我们可以得到永恒 即终极的安全 而后我们问到 祈祷 能够成为 生活与宗教 之间的纽态吗 它显然是 可以办到 不是吗 就像我们生活里的 其他东西一样 祈祷 将会帮助我们 变得越来越隔绝 因为这就是 我们希望的 我们在自己的关系里 在自己拥有的东西里 寻求着隔绝 它是一种安全 我们在关系里 同样寻求着安全 与永恒 我们的神 我们的美德 我们的道德 如同我们日常的行为 全都是自我封闭性的 自我隔离性的 因此 我们把祷告 当成了 一种把各种隔离 拒绝起来的手段 我们所谓的祈祷 是指什么意思 我们什么时候会祈祷 很明显 只有当我们遭遇痛苦 不幸 冲突 混乱 当我们深陷痛苦 才会去祷告 在我们幸福快乐的时候 在我们的心灵充实的时候 会去祈祷吗 显然不会 只有当我们处于混乱 不确定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才会去祈祷 而后 我们会转向某个人 寻求帮助 因此 祈祷通常来说 是祈愿 恳求 对吗 它是一种恳求 要求 一种心理上的救援 祈求 能够得到满足和实现 当你提出需求的时候 你会收到回复 不是吗 然而你所得到的 便是你所希望的 它从来不是你不想要的东西 因此 你得到的 其实是你自造出来的东西 你在对祈祷的反应中 所收到的 是你自己的幻想 局限 限定 所塑造出来的 你越是要求 就越是会收到 你制造出来的事物 而你对此 十分满意 然而 祈祷 是一种 自我满足的过程吗 当你祷告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呢 你反复念诵 某些语句 你摆出某种姿势 当你不断地去重复话语的时候 心灵 显然就会安静下来 不是吗 尝试一下 你会发现的 重复话语 会让心灵平静 但这 不过是一种伎俩 不是吗 心灵 并没有安静下来 它依旧 激荡不安 但你人为的 让它安静 以便得到你想要的 你希望获得帮助 因为你感到困惑 混乱 不确定 你将得到你所希望的东西 然而 这种对于恳求的回应 不是来自真理的声音 而是你自己 以及集体 制造出来的回应 原因是 我们全都渴望 受到回复 不是吗 我们全都希望 有个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合同优秀的人 我们全都希望 有人指引我们 帮助我们走出 自己的混乱 与不幸 因此 我们会收到 我们想要的东西 但我们渴望的东西 却是 琐碎的 所以 祈求 即恳求 祈愿 永远无法 发现真理 实相 真理不是要求的产物 只有当我们 身处混乱 悲伤 才会去要求 恳求 祷告 我们求助于其他人 而不是去认识 这种混乱 与痛苦 对祷告的答复 是我们自造出来的 它总是以这种 或那种方式 让我们感到满意 否则我们就会去 排斥它了 因此 当一个人学习的 通过反复念诵 让意识安静下来的技巧 他继续了这一习惯 但恳求收到的答复 必然是受到 那个发出恳求的人的 欲望的影响 因此 祈祷 恳求 祈愿 永远不会揭示 那不属于意识的 产物的事物 要想发现 那不属于意识产物的事物 心灵 就必须 迈入境界 不是通过反复 念诵话语 而被人为的 变得安静 这只是自我催眠 也不是通过任何 其他的方式 来让心灵变得安静 被强迫 被刻意引导的安静 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拧静 这就像是 把一个孩子放到角落里 表面上 他很安静 但内心 却在飞头 所以 一个通过训练 被人为的 变得安静的心灵 从不曾是 真正拧静的 被刻意引导的拧静 永远无法发现 那富有创造力的状态 而我又在这种状态里 真理 才会到来 所以 当我们把祈祷 当作一种联系生活 和宗教的手段 就只会发现 更多的 自我隔离的方式 更多的分裂 瓦解的方式 通过祈祷 把你自己置于一种 重复性的状态里 是一种瓦解的过程 因为你渴望 有所得 你或许会说 我不要求任何通信 我只是通过祈祷 把自己放在一种 重复性的状态里 但这不过是一种 隐蔽的方式 去强迫心灵罢了 任何形式的强迫 永远无法带来宁静 只有伴随着思想的终结 才能迎来 心灵的宁静 而当一个人 认识了思想者 即发出要求的人 思想 才会终结 因此 自知 是智慧的开始 紧紧去祈祷 意义甚微 祈祷 无法开启自知的大门 能够开启自知之门的 是不断的觉知 不是实践性的觉知 而是时时刻刻 去觉知和发现 发现 永远不会是累积性的 如果它是见增的 它就不是发现 发现 每时每刻 都是崭新的 它不是一种 见增的 累积的状态 时时刻刻去发现 便是摆脱欲望的 制约 而欲望 也是时时刻刻 要去认识的 只有当你认识了 那在寻求的安全 永恒的欲望 心灵 才会迈入 自发的状态 欲望 便是 各个层面的自我 我 只要你没有充分地 全面地认识你自己 就一定会有 各种形式的逃避 混乱和破坏 祈祷 没有帮助 它们只会提供 其他形式的逃避 但倘若你开始着手 去认识那导致了 混乱 痛苦 冲突的欲望 那么你就会发现 在觉知的过程中 将会迎来 心灵的自发 而后 心灵 会真正迈入宁静 不再渴望怎样 或不怎样 唯有这样的心灵 才能领悟真理 在纽约时的 第四场演说 1950年 6月25日 提问 各个宗教都提倡祈祷 几个世纪以来 人在祈祈祷的行为里 找到了危机 这种延续了 数个世纪的 共同的努力 显然是一种 十分有意义的 重要的力量 您否认它的重要性吗 客师回答 祈祷的作用是什么呢 祈祷有意义吗 我们所说的祈祷 是指什么意思 让我们一起 去探究一下 这整个的问题 不要保持任何偏见 或成见 显然 人类已经祈祷了 许多个世纪 这必然会带来某些结果 必然会以某种方式 带给他慰藉 和满足 会带给他一个 与其需要相符的回答 否则他就不会继续祷告了 那么 我们什么时候会祈祷呢 很明显 当我们生下麻烦的时候 便会去祷告 不是吗 当我们处于不确定矛盾的状态 也就是说 当我们不开心的时候 才会去祷告 在我们感到幸福快乐时 在我们非常清晰 简单 直接的洞悉事务时 不会去祈祷 只有在倍感困惑和混乱之时 才会去祷告 所以 祈祷 是一种哀求 恳请 对吗 当我们发出请求的时候 会受到回复 我们会依照自己的需求 得到回复 当我们祈祷时 很明显 我们总是在寻求着这种 或那种形式的满足 这个人 或许会为了得到指引 或光明 而去祈祷 另一个人 则会为了摆脱痛苦等等 而去祷告 但是 欲望 意图 总是为了获得安宁 满足 如果心灵寻求获得满足 无论是哪个层面的满足 高等的 还是低等的 他都必定会得到 对吗 这便是为什么说 当我们感到困惑 混乱的时候 当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 当我们感到不确定的时候 便会去求助于祈祷 通过祈祷 我们希望可以获得确定 安心 以及解决自身问题的正确答案 请注意 我并不是在赞成或反对祈祷 我们只是在探究这一问题 以我之间 有比祈祷重要的多 伟大的多的事物 只有当我们认识了 祈祷的方式 认识了有关 恳求的整个的问题 才能发现那一事物 因此 当我们祈祷时 会发生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许多人 都有过祈祷的经历 祈祷的方式 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会采取某个姿势 重复某些话语或句子 渐渐的 通过这种重复 心灵会安静下来 心灵是通过重复话语 人为的变得安静的 在这种竞技中 你收到了自己的问题的解答 但这答案 必定会是让人满意的 否则你就不会去接受它了 尽管答案可能是痛苦的 但当你去接受 这些痛苦的答案时 会感到满足 也就是说 通过不断地重复某些话语 或者长时间地去 思考某些念头 心灵会变得安静 在心灵安静的时候 他就能够接受到回答了 可回答取决于恳求者 他所收到的回答 源于无数欲望的累积 源于有意识的 和无心的憧憬 以及许多个世纪来 无数人的集体的努力 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检验一下这个 当你有意识的 在祈祷的时候 去要求什么 就会收到一个无意识的回复 这回复 来自于几个世纪以来 累积的 集中的努力 并且根据 恳求者 个人所受的限定 进行了修改 然而祈祷最终无法帮助个体 去认识自身 只有当他充分地认识了自己 把自己视为一个整体去理解 才能够超越要求 需求 为了获得某个结果 而去努力的状态 正如我所言 有某种事物 要比祈祷重要得多 那便是冥想 我们将会在其他时候讨论这一问题 那么重要的是去认识 这一与冲突 痛苦 悲伤有关的 祈祷的问题 不是吗 因为当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 当我们无比愉悦的时候 当我们没有任何难题的时候 绝不会去祈祷 只有当我们遭遇冲突 当我们有了 某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才会去祷告 有两种不同的祈祷 但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一种祈祷 是主动地恳请哀求 还有一种祈祷 我们只是简单地 抱持敞开的姿态 但无意识中 却在渴望受到些什么 当我们祈祷时 总是会把手伸出去 我们在等待 希望 憧憬着某个回复 希望获得慰藉 在这种恳请中 我们将会找到 某个与我们努力 与限定相符的回答 然而祈祷 永远无法让意识 不再去制造那些 令我们去祷告的问题 能够让意识停止 制造自身问题的 是认识它本身 认识它本身 便是自知 但是认识自我的 整个过程 是如此的繁杂 复杂 以至于我们 很少有人 渴望去探究这些问题 我们宁愿 找到一个浮潜的答案 于是便去求助于祈祷 竟有许多个世界 人类修建起了 坚固的蓄水池 一个思想和欲望的仓库 由此祈祷可以换句回答 未及 但这回复 并不能解决问题 要想解决问题 唯有去认识意识 自身的整个过程 认识自我 没有方法可寻 我觉得 重要的是 请意识到 认识自我的必要性 因为我们是怎样的 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事物 就会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混乱 不确定 焦虑 野心勃勃 残忍 或恐惧 那么 我们投射到外部世界的一切 便将呈现出 同样的面貌 我们似乎 没有懂得 若想展开思考和行动 就应当从根本上 认识自我 不仅要认识 一个人意识的表层 而且 还要认识那些 暗藏的 潜意识的层面 认识一个人 思想与感受的 整个过程 我们没有懂得 这种认知 是何等的必须 我们似乎 把认识自我 视为一项 十分困难的任务 以至于 我们宁可躲进 各种各样幼稚 不成熟的活动力去 诸如 仪式 所谓的精神组织 政治团体 等等 除了彻底的 充分的研究 认识自我以外 以逃避对自我的认知 通过知识 或者通过累积经验 这些 不过是培养记忆罢了 并不能让我们 从根本上认识自身 认识自我 是时时刻刻的 假如我们 仅仅去积累 关于私我的知识 那么这种知识 将会妨碍 进一步的认知 原因是 累积的知识 知识经验 会变成思想聚焦 与形成的中心 世界与我们 以及我们的活动 并不是分开的 因为 正是我们自己 导致了世界的问题 对于我们 大部分人来讲 困难在于 我们没有直接的 去认识自己 而是寻求着 某种体系 方法 运作方式 去解决 诸多的人类的问题 那么 认识自我 有方式方法吗 锐智人士 或者学家 能够发明体系 方法 但是很明显 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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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 方法 只会带来某个 由该体系导致的结果 对吗 如果我遵循某个方法 来认识自己 那么 我将会 我将会得到 我将会得到该体系 方法 必然带来的结果 但这结果 显然不是对自我的认知 也就是说 通过遵循某个体系 方法 去认识自我 我会按照某个模式 去塑造自己的思想 行为 但遵循模式 不是认识自我 因此 认识自我 没有方法可寻 寻求某个方法 势必意味着 想要得到结果 这正是我们全都希望的 我们追随于权威 假设不是某个人的权威 就是某种体系 或思想意识的权威 因为我们渴望得到一个 会让人满意 会带给我们安全的结果 我们实际上 并不想去认识自己 认识我们的冲动 反应 认识我们思想的整个过程 认识我们的意识 和潜意识 我们宁可去追逐 某种体系方法 因为 它保证我们 可以得到一个结果 然而 追逐体系方法 必然源自于 我们对安全 和确定的渴望 而这种结果 显然不是对自我的认知 当我们去遵循 某个方法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权威 老师 上师 救世主 大师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 将会满足我们的渴望 而这显然 不是认识自我的正途 权威 会反应我们去认识自己 不是吗 在某个权威 某个向导的庇护之下 你可能会暂时地获得 某种安全感 幸福感 但这不是去认识自我的整个过程 权威 究其本质而言 将会反应我们 去充分地觉知自身 因而 最终会破坏自由 而唯有在自由的状态里 才能迎来创造力 只有通过认识自我 才能获得创造力 我们大部分人 都没有创造力 我们 不过是重复的机器 不过是 流声机上的唱片 一遍又一遍地 播放着某些歌曲 这些歌曲 便是我们自己的 或者他人的经验 结论 和记忆 这样的重复 不是一种 富有创造力的状态 但这个 却正是我们想要的 由于希望获得内在的安全 于是我们便不断地 去寻求这方式 方法 也获得这种安全 结果 也就制造出了权威 以及对他人的崇拜 而这 将会毁灭局质 毁灭心灵自发的宁静 然而单单在这种宁静的状态里 创造力 才会到来 很明显 我们的困难在于 我们大多数人 都已经葬失了这种 创造的感觉 富有创造力 并不意味着我们 必须去画画 或者写诗 变得生命多治 这并不是创造力 它不过 是表达某个观念 想法的能力 公众对此予以喝彩 或者投意漠视 不应当混淆能力和创造力 能力 不是创造力 创造力 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不是吗 在这种状态里 自我是缺席的 在这种状态里 意识 不再是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野心 我们的追逐 我们的欲望的焦点 创造力 不是一种持续的状态 它每时每刻 都是崭新的 它是一种 不断的运动 这运动里头 没有我 我的 这里面 思想 不再被任何经验 野心 成就 目的 或动机 包围 只有当自我消失时 创造力 才会增长 单单在这种 富有创造力的状态里 便会迎来真理 即万事万物的创造者 然而 这种状态 是无法被构想或想象的 无法被复制或公式化的 无法通过任何体系 方法 通过任何哲学 任何训诫 而得来 相反 只有认识了自我的全部过程 才能迎来这种 富有创造力的状态 认识自我 不是结果 不是终点 它是每时每刻 在关系之境里 去审视自己 一个人 同财产 同外物 同人 同观念的关系 但我们发现 要做到敏锐 觉知 是十分不易的 我们宁可通过 遵循某个方法 通过接受权威 迷信 令人满意的理论 来让头脑走向迂钝 于是 我们的头脑 变得筋疲力尽 毫无感受力 这样的头脑 无法处于创造力的状态 只有当自我 既认知 和累积的过程 终止时 才能迎来 创造力的状态 因为 毕竟 我 这一意识 是认知的中心 而认知 不过是累积经验的过程 但我们 全都害怕 寂寂无名 因为我们 全都渴望出人头地 无名小卒 想要成为大人物 没有德性的人 想要拥有美德 软弱和卑微的人 渴望权力 地位 和权威 这就是头脑不断的活动 这样的头脑 无法获得宁静 结果 已经永远不能认识 那富有创造力的状态 所以 要想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 极其不幸 战争 失业 饥饿 阶级化分 和彻底的无序 就必须 改变自我 变革 都从我们自己开始 而不是依照任何信仰 或者思想体系 因为基于某个观念 或者去遵从某种模式 显然 根本就不是变革 要带来自我的 根本性的转变 一个人 就必须在关系里 去认识自身思想 与感受的整个过程 这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 唯一方法 而不是去拥有 更多的戒律 更多的信仰 更多的思想意识 更多的老师 如果我们可以 时时刻刻 去认识自己的 本来面目 没有任何累积的过程 那么 我们就会发现 头脑将迎来宁静 这种宁静 不是头脑的产物 不是想象或培养起来的 我又在宁静的状态里 才能拥有创造力 这里 有几个问题 在共同去思考它们的时候 让作为个体的我们 一起展开检验 去探明每个问题的真理 能够消除的 问题的 不是我的解释 也不是 你对于答案的急切寻求 而是一步一步的 将其揭开 从而洞悉 关于它的真理 唯有领悟了 有关我们的 难题的真理 才能解决掉它们 然而按照事物的 本来面目 下以审视 并非一事 聆听 是一门艺术 若在聆听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 简开检验 明白所说的内容 那么 就能认识真理 从而解决 可能摆在我们 每个人面前的 问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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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指望着 通过努力去追随他们 做到对自己的理想 尝试一代 就可以找清那些 在通往幸福 知识 觉知之路上的障碍了 很明显 真诚和认真是两码事 一个人 可以忠实于某个理念 虚极 调逸 体系 但却只是在模仿 追逐理念 或是让自己 遵从于某种教义 所有这一件 都可以被称为真诚 真诚或者意愿 显然无助于我们 清除掉自身 与周围的混乱 所以 在我看来 认真才是必须的 不是那种 远紧去追逐某个潮流 某个路径的认真 而是那种 在认识我们自己的过程里 不可过绝的认真 要想认识我们自己 就必须不去抱持 任何的体系方法 任何的观念 一个人的真诚 只会是跟 某个事物有关的 跟某种态度 信仰有关 但这样的真诚 无法帮助我们 因为 我们可以在真诚的同时 依然是混乱的 愚蠢的 无知的 当真诚 仅仅只是去模仿 复制 努力追寻某个理想的时候 那么 它就会是一个绊脚石 但认真 则是完全不同的事物 做到认真 是十分重要的 不是认真的去 追逐某个事物 而是认真的 去认识我们 自身的过程 在认识我们 自己的过程里 必须不去 保持任何信仰 教义 或哲学思想 相反 假如我们 环游某种 哲学思想 教义 那么 它就将妨碍我们 去认识自己了 认识我们自己 与遵循某种教育 哲学思想 公式 或者 努力去模仿 某个榜样武官 很明显 这一切 都是我的过程 在认识我们 所受的 各种限定的过程中 不需要真诚 但需要认真 对二者 是截然不同的 认真 不依赖于情绪 它是认识我们 自己的开端 原因是 如果没有真的 保持严肃认真的 太多 一个人 就无法行之远方 然而我们的 严肃认真 通常是被 用了遵循某个观念 某种信仰 或虚极上描 重要的 是去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自我 并不依靠 模仿某个理想 或者尽可能 做到与其相似 相反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 去认识自己的 本来面目 无论它是什么样子的 为此 就必须怀着 认真的态度 认真 不决定 任何情绪 或倾向 那么 若没有认识自我 我们就无法解决 任何人类的难题 无论是外部的 还是内部的问题 这一点 是十分清楚的 就当我们 对自己 觉知的对象 既不去谴责 也不去辩护的时候 才能实现 最自身的认知 去觉知 每一个想法 每一种情绪 每一个反应 不做任何谴责 辩护 或比较 并不需要去 效仿某个理想 它需要的 只是认真 充分的 彻底的 探究的意思 可是我们大多数人 都不愿意去深入的 充分的认识问题 我们宁愿通过某个观念 通过效仿 通过比较 或谴责 而去逃避 对问题的认识 于是我们 从不曾切决 摆在自己面前的 任何问题 因此 为了认识我们自己 重要的是 在每一个反应 每一种感觉 出现的时候 就对其展开觉知 难道不是吗 觉知 并不依靠任何公式 蠢责 并不依靠任何教义 或信仰 这些 不过是制造出来的 逃避罢了 显然 若想认识 每一种情绪 每一种反应的意识 一个人 就得展开 不做任何选择的解释 因为 一旦我们去选择 就会开始一种 冲突的过程 也就是说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 便会去抵制 在抵制里面 不会有任何决志 选择 仅仅只是让思想 集中在某个兴趣上头 同时排挤其他的兴趣 需要 追求 很明显 这样的选择 不会帮助我们去解决 或认识自身的整个过程 我们每个人 都是由许多的实体构成的 包括意识 和无意识 选择了某个实体 某种欲望 追逐它 显然就会妨碍我们 去认识自我 所以 动心了我们自己的 整个过程 将会开启智慧的大门 智慧 不是可以从书本里获得的东西 也不是能够通过他人学到的 亦不是通过经验累积起来的 经验 仅仅只是记忆 累积记忆或知识 并不是智慧 智慧 显然是时时刻刻去体验的 既不去选择 也不去辩护 它是充分的 彻底的 认识每一种体验 或反应 如此一来 心里 才会以新的方式 去迎接每一个问题 毕竟 我 就是识别的中心 假如我们不了解这一中心 而是仅仅 识别每一个体验 或反应 给它命名 那么 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认识了那一反应 或体验 相反 当我们去命名 或者识别某种体验的时候 只会让我 得到强化 我 是被割裂的意识 是识别的中心 因此 仅仅识别每个体验 每个反应 便不等于认识自我 只有当我们 觉知了识别的过程 允许体验 和识别之间的间隔 这意味着 心灵 处于一种 禁忌的状态 才能认识自我 很明显 假如我们希望去认识某个事物 某个问题 心灵 就必须迈入宁静 不是吗 但心灵 不能被强迫地安定下来 被培养起来的宁静 仅仅只是抵制 隔离罢了 只有当心灵 懂得了安静的必要性 与其真理 从而开始理解认知的过程 即 我的整个意识 才能自发地 安静下来 没有认识自我 那么思想 显然就会缺乏基础 没有了解自己 仅仅认识外部的问题 或具外部的知识 只会让我们走向更多的混乱 与不幸 但是 我们对自己了解的越多 包括意识和潜意识 就越能洞悉 我的整个过程 越是能够去认识 和解决我们的难题 从而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 一个不同的世界 所以 我们必须要从自我开始做起 也或许会说 从自身开始做手 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但倘若我们 想要去应对大的事情 就必须从尽处做手 世界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问题 没有认识我们自己 就永远无法解决 我们在世上 要去面对的任何难题 因此 智慧的开始 就是认识自我 没有认识自我 我们就不可能消除 任何人类的问题 在我回答一些提问之前 我想建议一下 在聆听解答的时候 你我都应难去体验 正在说的内容 也就是说 让我们共同 踏上一段太阴军之旅 去认识 我将试着从口头上 与解释的这些问题 因此 请不要只是停留在口头层面 或是 仅仅试图获得 知识上的认知 不管这些字 指的是什么意思 原因是 知识 无法实现 解释 他只会制造出 自身的累积物 他可以接受 否认 或排挥 这便是认可 和用言语 表达出来的过程 但理性 无法认识 任何人类的问题 它只会让问题 变得更加令人困惑 只会带来更多的冲突 与悲伤 假如我们能够超越理性 而不是试图 尽紧从口头的层面 去认识 那么 我们或许就能 东西这些问题的真理了 超越理性 并不意味着 要变得感性 程序化 不是要变成 它的对立面 在对立面的冲突里 显然不会有任何 觉知 与理解 但倘若 我们能够 动西大脑的 心灵的运作过程 该过程 只会带来更多的争论 更多的冲突 倘若我们 能够领悟 这其中的真理 那么 或许我们就将发现 摆在我们面前的 每一个问题 每一个人类的难题的真相了 提问 究竟个体是社会的工具 还是社会 是为个体存在的 可是回答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不是吗 让我们一起来展开思考 探明该问题的真理 同时 不要去依赖任何权威 或专家的看法 权威与专家 会依照自身的便利 自身最近的发现 等等 去改变观点 但倘若 我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探明该问题的真相 那么我们就不会 去依赖他人了 那么 这个问题意味着 世界是被划分开来的 对吗 有些人 出于其庞大的知识 以及他们个人的倾向 特性 宣称个体是社会的工具 只意味着 个体 根本就不重要 有相当一部分人 都建成这个观点 于是他们将自己 全部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 重建社会的工作中去 还有些人 则同样强调说 个体在社会之上 社会 是为个体而存在的 所以 你我 必须探明 关于这个问题的真理 我们要怎样去探明啊 很明显 不是通过被说服 去接受这个 和那个观点 而是通过 极为深入的 去探究 这整个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的问题 不在于 究竟社会 是为个体存在 还是个体 是为社会存在 而在于 去弄清楚 什么是个体 我希望我把 自己的意思 说清楚了 有些人主张 个体并不重要 唯有社会 才是重要的 还有一些人 则坚称 个体在社会之上 但要想弄明白 该问题的真相 我们显然 就必须去探究 何谓个体的问题 你是个体吗 你可能认为 自己是一个个体 因为你有自己的房子 姓名 家庭 银行账户 你怀有一个人 所拥有的某些经历 既有私人的 也有集体的 但这就代表个体吗 因为 毕竟你为你的环境 所限 对吗 你是美国人 苏联人 或印度人 你带着他 所包含的所有含义 你抱持着 某种思想意识 要么是左翼的 要么是右翼的 这是由你的社会 强加给你的 你的社会 按照某些方式 对你进行的教育 你的宗教信仰 源于你所受的教育 以及身处的 环境的影响 你信神 或不信神 都是依照你所受的限定 因此 作为一个实体的你 是社会或环境的 限定的产物 不是吗 也就是说 你是一个受限的实体 受限的实体 是一个真正的人吗 人 是独一无二的 不是吗 否则 他就不是个体了 凡是独一无二的事物 都富有创造力 他超越了一切限定 他是不受局限的 是不被思想控制的 所以 只有当我们挣脱了限定 才能成为真正的人 只要 你被限定为了 印度教教徒 佛教徒 共产主义者 资本主义者 苏联人 属如此类 就不可能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个体 那么 社会只关心 制造出一个 有效力的实体 以实现自身的目的 包括战争在里 他显然不会关注于 去带来 一个独一无二的 富有创造力的个体 因此 问题不在于 个体 究竟是不是 社会的工具 而在于 我们自己 是否是 真正的个体 要想探明 这一问题 我们显然就得 觉知到 我们所受的限定 只要我们 没有摆脱 自身的限定 就不可能会拥有 独一无二的 富有创造力的个体 只有当我们 挣脱了一切限定 获得了自由 不认识 左翼的 还是右翼的限定 才能成为 真正的个体 单单这种 自由本身 就可以带来 那富有创造力的 独一无二的个体 你或许会说 我对个体 以此赋予了 完全不同的含义 但我并不认为 我们是 真正的个体 不是吗 意识到 我们不是个体 我们仅仅 只是根据 自身的限定 做出反应 通过意识到 这一事实 我们便能够 去超越它 但倘若 我们否定该事实 那么显然 就无法实现超越了 我们大多数人 都会去否定 这一事实 因为我们喜欢 自己的本来面目 我们喜欢 舒舒服服地 待在自身 那狭小思考的范围内 我们会为此而战 可如果我们 能够认识 自身的限定 以及该限定的反应 我们如此骄傲地 称其为个体 如果我们能够 觉知到这一切 那么就将实现超越 谈命何谓 真正的创造力 请问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可是回答 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 提出问题 是很容易的 但充分的探究问题 则要困难得多 不过 让我们努力 去展开探究吧 我们为什么 总是要从二元性 对立面的层面 去进行思考呢 为什么我们 要被善恶 这样的想法 给局限住呢 为何这种划分 这种二元性的过程 总是会在我们心里 运作呢 很明显 假如我们 能够理解 欲望的过程 就将认识这个问题了 对吗 善恶的划分 是我们内心的一种矛盾 我们依附于善 因为 它更加让人愉悦 我们被限定着 去躲避恶 因为 它令人痛苦 那么 若我们能够认识 欲望的过程 正是欲望 把生活 变成了一种矛盾 那么 我们或许就可以 摆脱 对立面的冲突了 因此 问题不在于 何为善 何为恶 而在于 为什么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 会存在的这种矛盾 我渴望某个东西 正是在这种渴望中 会出现对立面 那么 善 是避开恶吗 美 是避开丑吗 只要我躲避着什么 我难道 不就必然会去抵制它 从而制造出 它的对立面吗 所以 善与恶之间 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吗 或者 一旦我认识了 欲望的过程 那么 我或许就将懂得 什么是美德了呢 原因是 一个努力想要 变得有德性的人 显然 永远无法拥有美德 一个努力 想要变得和善 慈爱 宽容 宽容待人的人 永远不可能 富有美德 他只不过 是在努力的 想要得到什么 而美德 不是一种 获取的过程 躲避恶 就是一种 想要有所得 有所达成的过程 但倘若 我能够理解 欲望 正是欲望 导致了二元性 导致了 对立面的冲突 那么 我就将知道 什么是美德了 美德 不是去终结欲望 而是认识欲望 终结欲望 仅仅只是 另一种形式的 欲望罢了 正是 在想要去终结 欲望的过程里 我制造出了 对立面 于是 我也就让理想 与我自己的本来 面目之间的冲突 交战 永远持续下去了 因此 一个追逐理想的人 只会制造出对立面 一个想要变得 有德性的人 永远不会认识美德 他只是 被困在对立面的 交叉之中 他自己的本来面目 与他所认为的 应有面目之间 会有冲突 这种冲突 让他感觉自己 是活着的 但一个怀有理想的人 实际上 是个逃兵 那么 如果一个人 能够认识 何谓美德 这就意味着 如果他能够认识欲望 那么 他就可以摆脱 对立面的冲突 获得自由了 只有当他 按照自己的本来面目 去审视自我 洞悉自己的 真实模样 不做任何的比较 既不去谴责 也不去抗拒 才能理解欲望 唯有这时 他才可以 挣脱欲望的罗网 只要他去谴责欲望 就一定会出现 善与恶 重要与不重要的 这类对立面的冲突 只要他去抗拒欲望 就一定会出现 二元性的冲突 可一旦 他按照欲望的 本来面目 却加以审视 不做任何比较 没有任何谴责 或辩护 那么 他就会发现 欲望 将走向冲击 因此 美德的开始 便是去认识欲望 被困在 对立面的冲突之中 只会让欲望 得到强化 我们大部分人 都不愿意去 充分地认识欲望 我们享受着 对立面的冲突 我们 把对立面的冲突 叫做美德 是变得富有精神性 但这不过是 以另一种形式 去强化 我自己的持续性 在这种 我自己的 持续的过程里 是不会有丝毫 美德可言的 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 自由 才会到来 而一旦认识了欲望 恐惧 就将消失不见了 还剩下一个问题 我是否要回答呢 听众说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问 什么是智慧 它是否与知识不同 可是回答 什么是知识呢 很明显 知识是我们身上累积的准则 也就是记忆 获得信息的过程 就是知识 对吗 知识 是经验和记忆 我们越是去积累经验 我们所知的 就会越多 知晓 是一种语言 言语化的过程 而凡是被累积的是我 即经验 记忆 或知识 永远无法带来智慧 知识 是经验的结果 只有当存在一个在 进行累积的经历者的时候 才会有经历 体验 经历者 是他自身的累积 经验 和知识的产物 他所经历的事情 是依照他所受的限定 因此 他经历的越多 他就越是守信 越是负重难行 当他去体验的时候 他只能根据自己的背景 去体验 于是 背景对知识 经历 做着阐释 经历 对事实的阐释 无法带来觉知 只有当知识 得到意志的时候 觉知 才会到来 毕竟 我们是根据自己的信仰 去体验的 假如相信世界上没有神 那么我显然就会 按照我的信仰 去展开体验 因为背景 限定 训练 对我做的体验 做着阐述 假如我相信 神是存在的 我的体验 就会按照我 作为一个 有神论者 所受的限定 因此 体验 是受信的意识 做出反应的过程 只要有知识 或者经验 记忆 语词 符号 形象的累积 就不可能实现 任何觉知 只有当我们 挣脱了知识的束缚 才能获得觉知 毕竟 当你有了某个问题 你越是去思考它 越是对它 焦虑万分 你对它的认知 就会越少 但倘若你能够 自由地去审视它 不去对它进行阐释 不把你的传统 经验的背景 带路进来 那么 你就会发现 觉知 将由此而来了 所以 觉知 不是累积的结果 智慧 不是知识 智慧 是独立的 它与知识不同 智慧 是每时每刻的 但知识 永远无法摆脱过去 摆脱时间 智慧 不受时间制约 知识 却是时间的过程 这二者 不可以混淆 一个知识 一个知晓许多东西的人 永远不会是睿智的 因为正是 他所拥有的知识 把智慧挡在了门外 知识 是时间的过程 即经验的累积 智慧 则不为时间所用 既每时每刻去体验 同时又没有积累的过程 这个体验分享完了 最近 数不多 所以更新 太慢了 我好多朋友 一直在 给我发信息 非常感谢大家 这本书也差不多 读了有强解三分 三分之二的快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没想到会这么多人喜欢 好吧 谢谢大家 提问 什么制度 能保证我们 获得经济上的安全呢 可是回答 那么 我们所说的制度 是指什么意思呢 当前 世界正被撕裂为 两大制度 左翼的 和右翼的 信仰 理念 准则 将世界 割裂成了碎片 我们沿着某种路径 去寻求经济的 和政治的安全 那么 依照某种体制 能够获得安全吗 你能够 把生活建立在 信仰 结论 或理论之上吗 世界上 有左翼 和右翼 这两种体制 他们都许诺说 会带给我们 经济上的安全 他们彼此交战 而这意味着 你是不安全 你之所以 不是安全的 是因为 你们旧体系 展开着争斗 并因而 培养着战争 所以 只要你依靠 某个体系 去获得安全 就一定会是不安全的 这一点 是相当显见的 对吗 那些依附信仰 依附有关乌托邦的 许诺的人 并不关心民众 他们关心的是理念 而基于理念的形式 势必会导致 解分和瓦解 这便是 实际上发生的情形 因此 很明显 只要我们通过 某种体系 通过某个 观念 去寻求安全 就一定会出现 解分 斗争 和瓦解 而这 势必又会带来 不安全 因此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 立法 强迫 极权 能够带来 经济的安全吗 我们全都希望 获得安全 胜利上的安全 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拥有食物 衣服 和住所 否则 就无法存活 然而通过立法 通过经济管制 能够带来安全吗 或者 安全 是一种心理的问题呢 迄今为止 我们只把它视为 经济上的问题 认为 它只关乎经济调整 但是很明显 它实际上 是一个心理的问题 对吗 经济学家们 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 既然经济问题 显然是我们自己的倾向 欲望和追逐导致的 所以它实际上 是心理的问题 若想带来经济的安全 我们就得认识 想要获得安全的 心理欲望 我不知道 我是否把自己的意思 给阐释清楚了 现在 世界正因为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信仰 不同的政治形态 而变得四分五裂 他们每一个 都在许诺安全 许诺一个 未来的五多吧 显然 这种界分的过程 是一种瓦解 那么 理念 能够带来团结吗 理念 信仰 是否可以让人们 凝聚起来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这一点 在全世界都得到了证明 因此 要想带来安全 不是为了一小部分人 而是为了整个人类 就必须摆脱这种 由观念导致的 解分的过程 身为基督徒 佛教徒 印度教教徒的观念 身为国家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 资本主义者的观念 身为美国人 苏联人的观念 天知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名称 正是这些东西 把我们隔离开来 它们不过是信仰 观念 只要我们依附于信仰 将其视为一种 获得安全的手段 就一定会出现隔离 解分 就一定会有 瓦解和无需 所以 从本质上来说 这是心理的问题 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 它是个体心理的问题 因此 我们必须 认识个体的过程 认识 你的过程 身为美国的你 跟生活在印度 或欧洲的我 是不同的吗 尽管我们 可以通过习俗 通过某些信仰 把自己区分开来 但我们从本质上来说 是一样的 不是吗 当我在信仰中去寻求安全的时候 那么这种信仰 会让我 得到强化 我是个印度教教徒 我是个社会主义者 我属于某个宗教 某个派别 我依附于他 依赖于他 因此 对信仰的依附 导致了解分 而这显然 就是你我之间 争斗的根源 只要我们把自己 划分到不同的国家 民族 宗教团体里去 或是从属于某些意识形态 却无法解决经济的问题 所以 从本质上讲 它是心理上的问题 也就是说 是个体 在与社会的关系里的问题 社会 是自我的投射 这便是为什么说 若没有充分的认识自我 这表示心理上 要处于一种 彻底不安全的状态 却无法解决任何人类的难题 我们希望获得 外部的安全 于是 便去追逐内在的安全 但只要我们通过信仰 通过衣服 通过意识形态 去寻求心理上的安全 那么 我们显然就会知道出 以国家主义 意识形态 宗教团体为形式的 一个又一个的孤导 从而处于彼此交战的状态 所以 重要的是去认识自我的过程 然而自知 并不是获得终极安全的手段 相反 真理 必须是要每时每刻 去发现的 一个感到安全的心灵 永远无法处于 弹命的状态 一个不安全的心灵 不会抱持任何信仰 不会为任何思想 意识 所有 这样的心灵 不会去寻求内部的安全 因而 它就能够带来外部的安全 只要你寻求着内在的安全 你便无法拥有外部的安全 所以 问题不在于 带来外部的安全 而在于 去认识 那想要获得心理安全的欲望 只要我们 没有认识这个 就不会获得安逸 不会拥有 外部世界的安全 那么 一个人 会极为频繁地 发现自己身上 存在着 令人惊悍的婉惧 对此 他感到十分可怕 那么 他要如何摆脱掉这个呢 有不同的方式 去摆脱 对吗 有心理分析 有控制 训练 有逃避 通过心理分析 一个人能够 从根本上 获得自由吗 我并不是在 谴责心理分析 但是 让我们去展开检验吧 首先 我 我的整个结构 是过去的产物 你和我是 过去 时间的产物 是许多事件 经历的产物 我们是由各种个性 记忆 特质构成的 我的整个结构 便是过去 那么 在过去里面 有一些特性 是我不喜欢的 我希望摆脱掉它们 于是我探究过去 审视它们 我把它们 带出来加以分析 希望消除掉它们 或者 我把现在的 行为作为一面镜子 去反射过去 试图消除过去 或者我重温过去 努力通过分析 去消除它 或者 我把现在 当作一种 消除过去的手段 也就是说 我希望在现在的行动里 发现和认识过去 所以 这是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训诫 我对自己说到 这些歪曲 是没有价值的 我要去克制 控制它们 这难道不就意味着 有一个与思想的过程 分离的尸体 称它为更高的自我 或者别的什么 正在进行的控制 支配 和选择吗 这显然 蕴含了此意 对吗 当我说 我要消除那些歪曲的时候 我与那些歪曲 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 我不喜欢歪曲 它妨碍了我 它们带来了恐惧 冲突 我想要消除掉它们 于是便会产生 如下想法 即 我 与那些歪曲 是分开的 我能够去消除它们 在我们对此 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 必须首先探明 我 体验着 观察着 分析着 是否跟那些特性 是分开的 我说清楚了没有 思想着 体验着 观察着 与思想 体验 所观之物 是不同的吗 这个我 无论你把它置于最高的层面 还是最低的层面 这个我 与那些构成 我的特性 是分开的吗 思想着 分析着 跟他的思想 是分开的吗 你觉得他是 觉得思想者 与思想 是不同的 于是你控制思想 影响思想 你压制他 把他泡到一旁 你认为 思想着 与思想 是分开的 但果真如此吗 如果没有思想 会有思想者吗 假如你没有任何想法 那么思想者 会在何处呢 所以 是思想 制造出了思想者 而不是思想者 制造出了思想 一旁我们把思想者 跟思想 分割开来 就会出现 试图控制 驱散 压制思想的问题 或者是试图 摆脱某个想法的问题 这便是 思想者 与思想之间的冲动 而我们大多数人 都被困在这种 冲突之中 这就是我们的 全部问题 感谢观看 一位年轻的老人 用声音 打一座桥 让训练 到达彼岸 我是胖胖的本先生 我在北京 好久没说这段话了 咱们开始分享 这次的演说 是什么 导致了我们 内心的矛盾 最为重要的 是应能去认识 我们生活中 各种各样 瓦解性的因素 难道不是吗 这些分裂性的因素 不仅存在于 生活的表层 或者经济层面 而且还存在于 一个人的 意识的深层 我们可以在 全世界的范围内 看到 不单各个 人情之间 存在着解分 而且 一个人自身内部 也充满了 冲突 与矛盾 除非我们 认识了自己 身上的这种冲突 否则 就无法去 应对周围的矛盾 这种存在于 我们每个人 身上的矛盾 我们大多数人 都有所决致 假如我们 全都善于思考的话 想要让矛盾 变成统一 单单这种愿望 是无法将其解决的 这不过 会变成要去 应对的 其他的问题 但倘若 我们可以意识到 那些 导致了矛盾的因素 那么 或许就能 将矛盾 化为统一了 那么 是什么导致了 我们 每个人身上的矛盾呢 很明显 是因为 渴望 变得如何 如何 对吗 我们全都希望 出人投帝 想要在世界上 获得成功 内心希望 能够得到某个结果 因此 只要我们 从时间的层面 从获取的层面 从地位的层面 去思考 就一定会 滋生出矛盾 毕竟 意识 是时间的产物 思想 是建立在 昨天 过去之上的 只要思想 在时间的 领域之内运作 从将来 变成 获取 赢得的层面 去思考 就一定会 出现矛盾 因为 而后 我们将无法 直接地面对 当下思想 只有当我们 认识了 当下思想 当我们 不做任何选择的 去觉知 当下思想 才能摆脱 那些 瓦解性的因素 也就是矛盾 所以 必须 去认识 我们思想的 全部过程 难道不是吗 因为 我们正式在那里 发现了矛盾 思想本身 变成了一种矛盾 原因是 我们没有认识 自身的整个过程 最后当我们 充分地觉知到了 自己的思想 不是作为一个 对自己的思想 展开运作的观察者 而是与思想 统一的整体 不做任何的选择 做到这个 相当不易 方能实现这次 唯有这次 才能消除 那给人带来危害 与痛苦的矛盾 只要我们 试图得到 某种心理上的结果 只要我们 渴望内在的安全 那么 我们的生活 就一定会充满矛盾 我觉得 我们大部分人 都没有觉知到 这种矛盾 或者 假如我们觉知到了 也没有明白 它的真正含义 相反 矛盾给了我们 生活的推动力 正是矛盾的因素 让我们觉得 自己是活生生的 努力 矛盾的争斗 让我们 感到一种活力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热爱战争 为什么 我们会享受 那带来挫败的争动 只要我们 想要获得 某个结果 也就是 想要获得 心理上的安全 就一定会出现矛盾 只要有矛盾存在 心灵 就无法获得宁静 心灵的宁静 对于认识生活的 全部意义来说 是不可或许的 思想 永远不会是宁静的 思想 是时间的产物 它永远无法发现 那永恒的事物 无法认识 那超越了时间的事物 我们思想的本质 便是矛盾 因为 我们总是从过去 或将来的层面 去思考 于是 我们从不曾充分地 认识现在 充分地认识现在 是一项相当困难的任务 因为心灵 无法在没有任何欺骗的情况下 去直接面对 某个事实 正如我所产生的那样 思想 是过去的产物 因此 它只会从过去 或将来的层面 去进行思考 它无法在当下 充分地 去决志实施 所以 只要思想 它是过去的产物 试图去消除矛盾 以及它所制造出来的 一切问题 那么 它就只是在追逐一个结果 试图得到某个结果 而这样的思想 只会引发更多的矛盾 进而给我们自身 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带来冲突 不幸 和混乱 要想摆脱矛盾 一个人 就必须去决之现在 不做任何选择 当你面对着事实的时候 怎么能够有选择呢 很明显 只要思想 试图从变成 改变 更改的层面 出发去对事实 展开运作 却无法实现 对事实的认知 所以 认识自我 是决志的开始 如果没有认识自我 矛盾与冲动 将会继续下去 认识自我的全部过程 并不需要任何专家 或权威 推出权威 只会自身恐惧 没有哪位专家 学者 能够告诉我们 怎样去认识自我的过程 一个人 必须要凭着自己的力量 去探究他 你我可以通过谈论他 来帮助彼此 但没有人可以 为我们揭示出他来 没有任何专家 老师 能够为我们去探索他 我们只有在自己的关系里 才能决致到他 在我们与物 与财产 与人 与观念的关系里 在关系里 我们将会发现 当行动 让自己去接近 符合某个观念的时候 矛盾 便会出现 观念 只是把思想 固化为了某个符号 努力去符合那一符号 结果 也导致了矛盾的出现 所以 只要存在着思想的模式 矛盾 就将继续 要想终结 那一模式 从而终结矛盾 就必须认识自我 这种对自我的认知 不是只为少数人保留的 要在我们日常的演绎里 在我们思想 与感受的方式里 在我们损失他人的方式里 去认识自我 假如我们能够 时时刻刻 去觉知每一个想法 每一个感觉 那么 我们就会发现 在关系里 我们将认识自我的方式 唯有这时 才能迎来 心灵的禁忌 单单在这种经济里 那终结的真理 就会到来 我将要回答一些提问 在我回答提问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 每一个问题 我不是权威 专家 老师 不会告诉你们要怎么做 这对成年人来讲 还要过荒唐 如果我们都是成年人的话 这次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努力 凭借自己的力量 展开探索 发现真理 正是对真理的发现 将会让我们摆脱自身的 各种难题 但倘若心灵 人命在这些问题的需要我里 动荡不安 就不可能发现真理 真理 是无法向我们走来 为了发现问题的方式 就必须让问题 彰显出来 心灵 必须要迈入宁静 而后 我们将动静真理 正是真理 能够让我们 获得解放 提问 您在某次演说中指出 要想迎来真理 思想过程 就必须终止 但倘若思想终止的话 我们怎么能够认识事物呢 可说回答 首先 让我们探究一下 我们所说的思想 以及体验 其认识 是指什么意思吧 正如这位提问者所言 假如思想停止 如何能够去认识事物呢 那么 我们所谓的思想 一直为何 请不要做 等我给出答案 我们要一同展开探索 当我们说 我正在思考的时候 我们是指什么意思呢 假如我询问你 你会做出回应 对吗 正确与否 展示不关锦要 所以 思想 是对挑战 做出的 反应的过程 挑战总是新的 但回应 总是旧的 因此 思想 是记忆的反应 不是吗 我问你是否相信神 你立即做出的反应 是根据你的记忆 或限定 你要么信神 要么不信 所以 思想是记忆 即习惯的 反应的过程 也就是说 记忆 是经历的结果 而经历 是知识 你依照你的记忆 经历 知识 去挑战 做出反应 挑战是新的 你的反应 根据挑战的 崭新和活力 做着改变 修正 但它总是背景的反应 对吗 所以 思想 是背景 过去 累积的 经历的反应 它是各个层面的 记忆的反应 既有个体的 也有集体的 既有个人的 也有种族的 既有意识的 也有潜意识 这一切 便是我们思想的过程 因此 我们的思想 永远不会是新的 不可能会有新的观念 因为思想 永远无法更新自己 思想 永远无法获得自由 原因在于 它总是背景 做出的反应 背景就是我们的限定 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累积 集体的 和地体的累积 所以 当我们求主于思想 把它作为 发现新事物的手段 将会发现 这完全是一番徒劳 思想 只能够发现 此生制造出来的东西 无法发现 任何的新事物 思想 只会认识 它曾经经历过的东西 无法认识自己 不曾体验过的事物 于是思想 是一种认识的过程 思想 通过言语 符号 形象 与此存在 否则就不会有思想 所以 思想永远不会是新的 永远不会富有创造力 当你声称 自己在体验某个事物的时候 你的体验 其实是一种认识 对吗 假如你没有认识 你就不知道自己在体验 那么 思想 能否舔心事物呢 显然无法 因为思想 只能认识旧的东西 认识它已经知道的东西 认识它之前 曾经经历过的东西 思想永远无法去体验新事物 原因是 思想 是旧事物的反应 这并不是 性而上学 复杂或抽象的问题 假如你更加仔细地去 审视一下 就会发现 只要 我 它是由所有这些 记忆构成的实体 在体验 就永远无法发现新事物 思想 既我 永远无法体验神 因为 神或真理 是未知的 不可想象的 不可构想的 它没有标签 没有语识 神 这一字眼 并不等于神 所以 思想 永远不能去体验新事物 体验那不可知的事物 它只能体验已知 因为意识 只能在已知的领域内运作 它无法超越已知 一旦去思考未知 意识就会激荡不安起来 它总是渴望把未知 带入已知 然而未知 永远无法被带入已知 于是 已知跟未知之间 便有了重度 因此 就当思想终结 才能迎来未知 而后 不会再有我 在体验未知的问题了 这个我 永远不能体验 未知 真理 神 或者其他 你愿意给出的名称 我 意识 自我 是一对意志 也就是记忆 记忆只会认识 自身制造的事物 它无法认识为止 这便是为什么 思想必须要终止的缘故 所以 我的思想 必须不再去体验 必须没有我 体验过的任何感受 任何确定性 当思想 及记忆的反应停止时 意识 便不会再在 已知的领域内活动了 唯有这时 未知 才会登场 体验未知 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当你体验未知的时候 你只是 在把已知 当作一种 新的感觉去体验 永远无法认识未知 未知就在那里 然而在这种状态里 意识在抗拒 因为它只能够在 已知的领域内活动 这便是为何说 要想迎来真理 你就必须认识思想 自我的整个过程 思想 永远无法发现 或达至未知 实相 可一旦意识 安静下来 迈入彻底的宁静 不是通过任何训诫 克制 任何控制 或冥想的方法 而被人为的 变得安静 那么 在这种经济里 意识 永远无法 去体验的真理 便回到来 因为真理 超越了自我的创造物 这是在西雅图的 第二场演说 1950年 7月23日 1950年 7月23日 好久远啊 好吧 这个嗓子 一直没有恢复 所以今天就尝试 不用背景音乐 我感觉还挺好 好吧 提问 体验的过程 是怎样的 它不同意 自我意识吗 客室回答 首先 让我们懂得 何谓体验 显然 体验 是对某个挑战的反应 是认知到反应 对吗 刺激 反应 认知到反应 这就是体验 不是吗 假如你 假如你不对挑战 自己做出反应 或者 假如你 不认识到那一反应 还会有体验吗 因此 体验 显然是 认知到对于 某个挑战的反应 认知到 去命名 赋予它 某种 适当的价值 也就是说 体验 是对挑战的反应 以及认知到 那一反应 给它命名 要么 是口头上的 要么 是以符号的形式 或者是有意的 或者是无意的 没有这种认知的过程 就不会存在体验 所以 这种对挑战 做出反应 以及认知到 该反应的过程 显然就是我们 所谓的体验了 体验 跟自我意识 有不同吗 只要对挑战的反应 是充分的 彻底的 那么显然 挑战跟反应之间 不会有任何的矛盾 与冲突 因此 只有在挑战与反应之间 出现冲突的时候 才会有自我意识 不是吗 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 去探明这个 这很简单 你将发现 这不是相信 或品质的问题 而是只有体验 与决知 去动心 实际上发生的情绪 一旦你没有了冲突 挑战 争斗 还会有自我意识吗 你是否 谁知道你是幸福的呢 在你认知到 你是幸福的那一刻 幸福 便消失了 不是吗 对某个事物的渴望 最幸福的渴望 就是 那会带来自我意识的冲突 只要有冲突 存在 只要有扰乱 就会出现认知 而这种认知 正是自我意识的过程 因此 体验 既认识到 最挑战的反应 便是自我意识的开始 于是 体验 既认知 跟自我意识之间 没有任何差别 显然 要想懂得这个 无需去阅读 关于意识的书籍 或者展开 非常深入的探究 或者 是去聆听他人 真正去观察 自身的体验 自身意识的 全部过程 一个人 就可以探明这个了 这实际上 就是我们正努力 要去做的事情 我不是在提出 某种新的哲学思想 我希望 不会如此 我也不会把什么东西 强加在你们身上 我努力 要去做的全部 便是认识 何谓意识 很明显 意识 就是体验 而后 会将该体验 命名为 好的或坏的 愉悦的 或痛苦的 会希望这种体验 更多一些 或者变少一些 正是这种命名 让体验 得到了强化 使其 永续下去 所以 意识 最终体验 命名 存储为 记忆 回忆的过程 这整个的过程 或许是有意识的 或许是无意识的 只要我们给体验 起了某个名称 那么 它就一定会 变得允许 一定会 根治在意识里 被困在 时间之亡 这整个的过程 就是自我意识 不管它是在 口头层面 还是在更为 深刻的 暗藏的层面 所以 只要我们 把某个名称 术语 符号 赋予了某种体验 那么 这一体验 就永远不会是 新鲜的 因为 在我们认知的 某个体验的那一刻 它就已经是 成就的了 只要有体验 以及对它的秘密 那么体验 就仅仅只是 记录 记忆的过程 也就是说 每一个反应 每一个体验 都被意识 进行了阐释 都作为记忆 被放在了意识里 我们用这一记忆 去迎接新事物 去挑战 当用旧的东西 去迎接新事物的时候 我们就把新事物 也变成了旧的 于是 也就压根没有 认识新事物 只有当意识 能够不去 这体验命名 我们才可以 认识新事物 唯有这时 体验 才会得到充分的 彻底的灵解 以及被超越 如此一来 每一次 对于挑战的迎接 才会具有新的特质 而不是仅仅被意识到 然后付诸于记录 只有当我们 认识了这场 各有关体验 命名 记录的过程 才能摆脱自我意识 只有当该过程停止 既不再有 我 和我的 才可以有所超越 以及发现 那不属于意识的事物 提问 尽管您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要体验真理 那么意识必须安静下来 但您却在尽可能的刺激 我们去思考 客室回答 我在刺激 你去思考吗 假如是单纯的刺激 你就会由此感到疲惫 因为每一种激励 刺激 不久都会结束 徒留一个迟钝 不灵活 疲倦的心灵 如果这些谈话和讨论 仅仅变成了刺激的手段 那么我担心你将会发现 当他们结束的时候 你会重新落入自己 那些单调乏味的 成规惯例之中 落入你那些旧的信仰 你那麻木的态度 和思考方式之中 但倘若这些谈话和讨论 不是单纯的刺激 倘若这一期间 你我能够去检验事实 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 去损失他们 这是领悟真理的开始 那么这些谈话和讨论 显然就将具有价值了 很明显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去洞悉他们 这么做十分有益 因为它将会带来 根本性的改变 所以我们不是在寻求刺激 而是携手去探索 我们所有的人类问题 刺激会让你沿着某个路线 去思考 这也是一种替代的过程 会把你限定在 某个新的方向 可一旦我们努力去 清楚地洞悉事物的 本来面目 不抱有任何偏见 没有任何歪曲 意识就会迈入宁静 当有任何歪曲的时候 当意识能够制造幻觉的时候 它就不可能安静下来 不可能平静 或者安宁 由于意识 有无限的能力 去制造幻觉 因此 觉知到那制造幻觉的能力 既觉知到欲望 显然就不是刺激 相反 只有当我们觉知到意识 是如何运作的 它是怎样运作 谋划 外去的 才能摆脱刺激 获得自由 单单这种自由 就可以带来心灵的静忌 那么心灵 能够把自己封闭在 某种信仰或幻觉里面 从而认为自己是静忌的 但这样的心灵 显然不是安宁的 它是死寂的 缺乏柔韧性 麻木的 只有当心灵 拥有了极大的柔韧性 能够去调整 适应 能够按照事物的 本来面目 加以审视 才可以摆脱 被审视对象的束缚 很明显 我们应该经历 这整个探明探索的过程 而后心灵 才会安静下来 假如心灵 没有获得宁静 显然就不会有真正的觉知 发现意识 培养起来的那些 歪曲性的因素 分心的事物 究竟是什么 并不是刺激 如果是刺激 心灵 就永远不会安宁 因为它将从一种刺激 转移向另一种刺激 一个寻求刺激的心灵 是迟钝的 贫乏的 它无法感知任何事物 除了自己的感觉以外 因此 重要的不再依赖任何刺激 或者是某种仪式 或者是某个观念 或者是大罪一场 一切刺激都是一个层面的 因为任何刺激 都会使心灵变得迟钝疲倦 然而认识到如下事实 即心灵依赖刺激 便能摆脱这一事实了 感知事物 不做任何歪曲 会带来心灵的禁忌 而要想迎来真理 心灵的禁忌 是不可或缺的 提问 您指出 假如我负有创造力 所有的问题 都将迎刃而解了 那么 为了拥有创造力 我要怎样去改变自己呢 客室回答 这个问题 跟第一个问题 同样重要 我希望你们不会太累 这样 我们就可以在 几分钟的时间里 尽可能充分地 去展开谈究 我们发现 在努力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制造出 许多其他的问题来 这是一个 十分显见的事实 在试图解决 经济问题的过程里 我们产生出了 其他许多的问题 不仅是 外部的问题 而且还有 内部的问题 当我有了一个难题 我会努力去 加以解决 正是在对问题的解决中 我发现自己 又制造出了 其他的问题 因此 这就是我们 对于问题的了解 问题 从不曾得到 最终的解决 而是不断地 在与日俱增 那么 基于这种情况 怎样才能 去应对生活的难题 或者是任何 其他的问题 同时又不会让问题 变得越来越多呢 这也就是说 是否能够 以新的视角 新的方式 去着手问题呢 这显然 便是问题的关键 对吗 假如我能够 以新的方式 去应对问题 也就是 用富有创造力的方式 去应对它 那么 我或许 不仅可以消除某个问题 而且 还不会引发 许多其他的问题 那么 如何才能拥有创造力呢 是什么东西 妨碍了这种创造的意识 妨碍了这种 崭新与鲜火呢 我觉得 这是最好的问题 如何才能 以新的视角 与方式 以一个鲜火的心灵 一个不背负经验 知识 模仿的心灵 去应对一切 是什么 使得我们 无法拥有创造力呢 很显然 是技术 我们总是知道 该做些什么 我们有各种手段 和方法 我们的全部教育 就是一种 学习技术的过程 这意味着 一种模仿 复制的过程 毕竟 知识 便是模仿 复制 这难道不就是 换害了我们 以新的方式 去迎接事物的 一个主要负担吗 各种形式的权威 精神领域的 或世俗世界的权威 外部的 或内部的权威 难道不就是 创造性的 认知的搅拌石吗 半角石 为什么 我们会有各种权威呢 原因在于 如果没有权威 我们就会觉得迷失 我们必须怀有 某种权威 因此 当我们 渴望去获得 内在和外在的安全时 我们便会 制造出权威 正是这种权威 权威 显然意味着模仿 破坏了创造力 和现火 通过模仿 通过复制 通过权威 通过强迫 能够达至神 真理吗 能够获得 创造力吗 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 摆脱权威 摆脱一切模仿 和复制的意识吗 你会说 不 为了能够获得自由 我们必须 从权威开始 为了最终 可以实现自由 我们必须要 通过模仿 强迫 开始 假如你采用的 是错误的方式 那么 你能够取得 正确的结果吗 若终点 是自由 那么一开始 不应该也是 自由的吗 因为 很明显 如果你使用 错误的手段 那么目的 必定也同样 会是错误的 如果你一开始 是没有自由的 那么你在终点的时候 也不会是自由的 倘若七点的时候 你的心灵 是受着控制 影响 依照权威 被塑形的 那么在终点的时候 它显然 将会被困在 一个框框里头 而这样的心灵 永远无法处于 富有创造力的状态 所以 起点 便是终点 目的与手段 是一体的 很明显 若我们想要 去认识创造力 那么起点 就会无比的重要 这表示 认识一切 妨碍了心灵 以及使它 无法获得 自由的事物 只有当我们 认识了 对于安全的渴望 自由 才会到来 正是这种 渴望 制造出了权威 带来了训练 模仿的模式 对理想的追逐 以及去遵从的 整个过程 理想 越是崇高 神圣 我们越会觉得 它是精神性的 但它依然 不过是一种模式 而为某个模式 所有的心灵 显然无法拥有 创造力 然而 意识到心灵 被困于某个模式之中 你的反应 若仅仅只是去抗拒 那么 这显然不是自由 当我们懂得了 为什么心灵 会制造出某种模式 并依附于它 为什么心灵 在对知识的沉溺中 为奇数所困 为什么心灵 总是从一致 一向一致 从安全 一向安全 从模仿 一向模仿 当我们直接认识了 所有这一切 而不是仅仅去对抗 那么 我们就将摆脱 对于安全的渴望 从而不再有恐惧感了 还明显 只要存在着我 这一中心 行动和反应 接受和排挤 都是来自于这一中心 就一定会出现模仿 复制的过程 只要我们 只是单纯的重复者 阅读书籍 引用权威 追逐理想 遵从某个公义 公式 或教义 依附某种宗教 或加入新的脚牌 寻求新的老师 指望着 由此获得幸福 只要存在着这种过程 我们显然 就不会拥有任何自由 所以 只有当心灵 挣脱了一切模仿 一切经验 经验 不过是我的持续 那么 创作力才会登场 只有当不在 有那个正在体验的中心 心灵 才会获得自由 只有当我们认识了 欲望的整个过程 意识里的中心 才会消失 唯有这时 心灵 才能迈入境济 不是被强加的境济 不是受到控制的境济 或者 遵从的境济 而是伴随着觉知 而来的 自发的宁静 一旦心灵 安静下来 创作力 便会到来 那富有生机 与活力的生存状态 便会到来 经济 不是模仿 尊从的过程 你无法去思考经济 宁静 不是通过任何意识的 产物而来 只有当思静 当思想安静下来 不是仅仅表层的宁静 而是 既包括意识 又包括无意识 唯有当思想的过程终结 才能迎来心灵的安宁 在这种宁静里 创作力 将会登场 这种创作力 不是单纯的技术 而是拥有自身的活力 有自身的表现方式 只要你关心着表现 关心着技术 知识 任何形式的沉迷 就不可能有创作力 因为 只有当心灵 脉入彻底的宁静 创作力 才会到来 这种宁静 不是一种逃避的过程 不是通过学习 某种冥想的技巧 就可以获得的 那些学习着 如何展开冥想的人 将永远无法懂得 什么是宁静 永远无法拥有创作力 他们的状态 是一种葬事生机和排挙 只有当思想终结时 不仅是在意识的标层 还有那些暗藏的 潜在的意识的深层 创作力 才会出现 一旦心灵 迈入彻底的宁静 创作力 便会登场 第四场演说 1950年 4月30日 好吧 我以后争取就 一次过 中间有可能会出现 很多次把这字 都乱了 听考虑大家了 谢谢 提问 我爱我的孩子 我怎样去教育他们 成为完整的人呢 客车回答 我想知道 我们是否真的 热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会如此声称 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 我们爱他们 但我们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我们爱自己的孩子 还会有战争吗 如果我们爱他们 还会标榜国家主义吗 还会被划分成 不同的群体吗 还会不断地 彼此毁灭吗 还会从属于 彼此对立的种族 宗教吗 生活里的这种 结分的过程 最终导致了 瓦解 分裂 不是吗 很明显 战争 社会中不同群体 不同阶级之间的 永无止息的冲突 说明我们 根本不爱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们真的热爱他们 就会希望去拯救他们了 不是吗 我们会渴望去保护他们 会希望他们快乐的生活 希望他们是完整的各地 我会希望他们 活在一个不安全 或者被毁灭的 外部世界里 可由于我们 制造出了一个不满 冲突和不幸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外部的安全 已然不存在 这难道不说明 我们压根就不是 真正热爱自己的孩子吗 如果我们爱他们 那么我们显然就会 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 让我们不要变得情绪化 若我们真的热爱自己的孩子 就像拥有一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 因为 而后我们会迅速懂得 怎样去制止战争 而后 我们不会把这个问题 留给那些看似聪明 但却从未能阻止战争的 政客们去解决了 我们将会对战争 负起直接的责任 因为我们 将真正 怀抱拯救孩子的愿望 很明显 那么我们的整个教育观 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 都必须发生彻底的变革 不是吗 这意味着 我们不可以再把孩子当作 获得自身个人的 或心理上的满足的手段 就像我们当前所做的那样 这便是为什么 我们会如此轻易地 满足于我们所谓的爱 但倘若 我们不把孩子当作 自我永续的手段 当作继承我们性事的工具 倘若我们可以 不以任何方式 去利用他们 以获得自身的满足 那么我们显然 就会以截然不同的眼光 去看待他们了 而后 我们关心的 将不再是去教育孩子 而是去教育教育者 目前 教育 仅仅只是让孩子们 变得有效率 教会他们 掌握一门技术 赚钱谋生的方式 而效率 显然会带来冷酷无情 不是说一个人 应该没有效率 而是说这种效率的驱动力 这种不断地关注于 取得成功 必定包含了 争斗 努力 竞争 那么 除非我们认识了这种 瓦解分裂的过程 否则就无法成为 完整的人 统一 完整 并不是去追逐某个模式 去适用某个理念 或是遵循某个榜样 只有当一个人 认识了自我的全部过程 才能成为完整的个地 只要我们浮浅地活着 就不可能认识自我 我们的整个思想过程 是浮浅的 表面的 是所谓的智力的过程 我们过分地强调了 去培养智力 因此 从智力层面来说 也就是从口头层面来说 我们已经十分进步了 但我们的内心 却是贫乏 不充实 不确定 暗中摸索着 依附于某种形式的安全 这整个的思想过程 就是一种瓦解 分裂的过程 因为思想 始终都在进行的 界分 隔离 观念 就像信仰一样 从不曾带来 人们的团结 除了在彼此冲突的 团体内部以外 所以 只要我们去依赖思想 将其作为实现统一的手段 就一定会出现 瓦解 分裂 认识思想的过程 就是认识自我的种种方式 唯有这时 才能实现完整 而完整 是没有任何局限的 以此 不仅应该去教育教育者 而是作为成年人的我们 还应该去认识 自己跟孩子的关系 不是吗 假如我们真的爱他们 那么我们 显然就会意识到 世界上 不应该有战争 社会 不应该有贫富之间的斗争 不应该有那些寻求权力 地位 名望的人们 因野心 以及展开的 赚取所导致的掠夺与破坏 但倘若我们希望 自己的孩子 成为有权势的人 拥有更大 更好的地位 变得更加成功 那么这显然 就表明我们并不爱他们 我们爱的 仅仅是欢呼 喝彩 磨砺 地位和荣耀 我们希望他们 能给我们带来这些 于是我们鼓励混乱 破坏 以及彻底的不幸 我知道你们在听着 这一切 但你们或许 回到家中之后 又会继续那些 自生战争的方式 我们大部分人 实际上对这些东西 并无兴趣 我们感兴趣的 是立即解答 我们不想去探索 发现真理 能够让我们 获得解放的 能够带给我们 一个新世界的 唯有发现真理 而不是经济改革 所以 解决这整个问题的 关键如下 不是如何去教育孩子 而是怎样 俏裕我们自己 从而带来一个 不同的社会 要想做到这个 一个人 就必须认识自我 认识自身的欲望 思想的种种方式 我们应该 去觉知我们周围 以及自身的 万事万物 去观察 颜色 人 观念 我们所用的字眼 我们的记忆 包括个体的 和集体的记忆 只有当一个人 充分觉知到了 这整个的过程 他才能够 成为一个 独自的 独一无二的个体 而只有这样的人 才可以创作一个 崭新的文明 崭新的文化 好久不见 确实好久了 一年了吧 今天重新 开始恢复 这本书的更新 在这里非常感谢 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 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 那没有意义的回复 那在今天 我想 直接表达我对大家的感谢 非常感恩大家 一直以来的 鼓励和支持 正因为有你们的反馈 有你们的一些加许 我才能够继续的 把这本书 分享给大家 这一种力量 我想通过我的声音 把这种力量 传给给大家 那这算 恢复以来 想给大家说的一些话吧 时间也 差不多一年了 现在回去看一看 好快 时间真的好快 那 我们就开始接下来 尝试一种 我没有 培阅的一种 读书的分享 同时呢 这本书 也差不多进行了 将近65%了 很快 这本书 这本书很厚 同时我会更新 我另外几本书 有刀胜先生的 陆陆续续的 我们恢复起来 那我有个建议啊 听我分享的书 我建议大家 尽快的缓存下来 如果你喜欢的话 因为有一些 还是会因为版权的问题 就直接被下架 那我先表示 我非常支持 这种版权 那我也会积极的 跟所有的出版社 去链接 如果可以 我可以支付一些费用 那在这里呢 如果有出版社的人 听到的话 我 特别希望 你能够直接的联系我 有哪些手续 可以直接判理 因为 我想 所有的知识 这种传递 都是有价值的 我愿意为此 去做些贡献 好吧 说的 啰啰啰嗦的 说了不少 那OK 那就准备好朗读 谢谢大家 我回来了 提问 我没有尝过 被爱的思维 我很想感受一下 因为 如果没有爱 生活就失去了 任何意义 那么我怎样 才能实现 这些憧憬呢 可是回答 我希望你们 并非仅仅 只是在聆听话语 因为 那样的话 这些会议 将会变成另外一种 分散注意力的形式 将会是在浪费时间 但倘若你真的去体验了 我们在讨论的内容 那么他们 就将具有 不同寻常的意义 因为 尽管你可能 带着意识 听了那些话语 可如果你去体验 正在说的内容 那么潜意识 同样会参与进来 一旦 被给予了机会 潜意识 将会彰显出 自身的 全部内容 从而带来我们 对自身的 充分认识 因此 我希望你们 不要仅仅 只是去聆听 他人的讲话 而是要在我们 展开 谈究的过程中 切实地 去体验 这位提问者 想要知道如何去爱 以及被爱 这难道不是我们 大部分人的状态吗 我们全都渴望被爱 以及付出爱 我们就此问题 高谈过论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部导者 都在谈论这个 所以 让我们探明一下 我们所说的爱 究竟是指什么意思吧 你能够思考爱吗 你可以思考爱的对象 但你无法去思考爱 对吗 我能够想到 我所爱的人 我能够怀有 那个人的形象 样子 回忆去关于我们 关系的感觉和记忆 但爱是感觉 记忆吗 当我说 我希望去爱 与被爱 这难道不仅仅 只是想法 是头脑的反射吗 思想 是爱吗 我们以为它是 对吗 对我们而言 爱 是感觉 这便是为什么 我们会怀有 所爱之人的样子 这便是为什么 我们会去想它们 并且依附于它们的缘故 而这全都是一种 思想的过程 不是吗 那么 思想 在各个方向 都受到了阻拦 于是他说到 我在爱里面 找到了幸福 因为 我必须要拥有爱 这就是为何 我们会依附 自己爱着的人 这就是为何 我们会在生理 和心理上去 占有此人的缘故 我们制定了法律 以保护这种 对我们所爱对象的 占有 无论他是一个人 一家钢琴 一份财产 还是一种观念 或信仰 因为 在占有及其所有的复杂性 如忌妒 恐惧 怀疑 焦虑之中 我们感觉到了安全 于是 我们把爱 变成了一种 意识的产物 我们用意识的东西 塞满了心灵 由于心灵 很空虚 因此意识说到 我必须拥有爱 结果 我们便试图通过妻子 倡妇 来让自己获得圆满 我们试图通过爱 去变得如何 如何 也就是说 爱 成为了一个 有用的东西 我们把爱 当作了 达致某个目的的手段 因此 我们把爱 变成了一种意识的事物 意识 成为了爱的工具 意识 不是感觉 思想 是记忆对感觉的反应 没有符号 刺眼 形象 就没有记忆 没有思想 我们知道 所谓的爱的感觉 我们依附于这种感觉 当它消退的时候 我们就会渴望 同样的感觉 能以其他的方式 表现出来 所以 我们越是培养感觉 越是培养所谓的知识 知识 不过是记忆 爱 就会越少 只要我们寻求爱 就一定会出现 自我封闭的过程 只要有自我封闭性的思想过程 就不可能有交流 不可能抱着敞开的姿态 思想 思想的过程 便是恐惧 当有恐惧存在的时候 当我们把思想当作一种 获得更多刺激的手段的时候 如何能够与他人进行交流呢 只有当你懂得了意识的整个过程 爱 爱 才会到来 爱不属于意识的范畴 你无法去思考爱 当你说 我渴望爱 你便是在思考它 憧憬它 这是一种感觉 是达着某个目的的手段 所以 你渴望的 并不是爱 而是刺激 你渴望有 某个方法 通过它 你可以实现自我 不论它是一个人 一份工作 还是一种刺激 等等 而这显然不是爱 只有当你不再去想到自我的时候 爱 才会来临 而唯有认识了自我 方能摆脱自我 一旦认识了自我 便会实现绝职 当意识的全部过程 得到了充分的 彻底的展现和认识 你就将懂得 何为爱 而后 你将发现 爱与感觉无关 它也不是自我实现 自我圆满的手段 而后 爱就是它本身 不附带任何结果 爱 是一种存在状态 在这种状态里 不再有我 及其认同 焦虑和占有 只要自我 我的活动 继续存在 不管是意识 还是潜意识 就不可能拥有爱 这便是 为什么说 重要的 是去认识 自我的过程 而自我 正是我 这一认知的中心 在纽约市的 第三场演说 1950年 6月18日 好吧 这一 场演说 分享结束 谢谢 有好久没有读书了 最近 嗓音也恢复了 从今天开始 继续分享 让心如尽 我们大多数人 都在寻求着合理 对大多数人而言 生活 是一场跟刺激 由此 也就衍生到 外部世界的 不断争斗 无休止的战役 对大部分人来说 困难在于 我们总是试图 让自己的生活 去符合某些 准则和理想 那么 冲突 不会通过 遵从过去 或未来而停止 而是通过 每时每刻 在我们日常生活里的 那些事件 出现的时候 便去认识他们 才能终止 只要我们 依赋于观念 看法 经验和理想 那么 我们就无法充分地 认识那些事件 生活及关系 在关系里 我们大多数人 都在寻求着合理 假如我们 仔细地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 我们的思想与行为 是自我封闭性 我们把这种 自我封闭性的过程 成为体验 关系 不仅是跟人的 还有跟观念和事物的 只要我们 没有认识 关系里的 这一自我封闭性的过程 就注定会有冲突 因为只要有隔离 就一定会出现冲突 隔离 有许多不寻常的形式 有记忆的隔离 包括个人的记忆 和集体的记忆 有信仰形式的隔离 有个人所累积的 并且对其 衣服的经验的隔离 这整个的 隔离的过程 显然是我们 生活里的一种 瓦解性的 分裂性的因素 这便是 当今世界上 正在发生的情形 作为个体 作为国家的 宗教的群体 无论是在外部 还是在内部 我们都在那些 自我封闭性的观念 信仰 教育和看法中 寻求别的隔离 只要这种隔离的 过程继续 就必定会有冲突 冲突 永远无法被克服 因为凡是被克服的事 我都必须一再地去战胜 只有当我们 认识了关系的过程 冲突才会停止 我们无法 活在孤立隔离的状态 因为生活 其关系 活着 其意味着 处于关联之中 如果没有认识关系 显然就一定会产生冲突 因此 我们的问题 便是去认识关系 认识我们 跟人 跟物 跟观念的关系 认知 依赖于经验吗 我们所说的体验 是指什么意思 体验 是对某个挑战的回应 不是吗 假如回应不充分 就会有重复 只要我们没有认识关系 就永远无法 做出充分的应对 要想认识关系 我们就得了解 此生思想的 整个背景与过程 思想 我们思想的 整个结构 是建立在过去之上的 只要我们没有认识 这一背景 那么关系 势必就会始终 是一种 重复的过程 认识思想 思想是自我的过程 无论它被置于 哪个层面 是相当不容易的 因为思想 是连续不断的 这便是为什么说 若想追随思想 即自我的运动 和百年 心灵 就必须十分的 迅捷 免锐 必须具有 相当的适应力 自我 我 显然是由意识的 许多特性 倾向 成见 特质所构成的 没有认识思想的 整个过程 仅仅去解决 关系的外部的问题 显然是徒劳的 所以 认知 并不依赖于 思想的过程 思想 从不曾是新的 但关系 却总是新的 思想 是带着旧的背景 去着手这一真实 崭新 活力充沛的事物 也就是说 思想 试图依照记忆 模式 旧的限定 去认识关系 于是也就会 出现重度 我们必须了解 思想者的背景 也就是去觉知到 思想的整个过程 同时不做任何选择 而后我们 才能认识关系 意思便是说 我们必须能够 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 去审视他们 不去依照 我们的记忆 我们预先构想的观念 去对他们进行解释 这些记忆 先入之间 源自于过去的限定 要想认识 我们应该了解关系 对关系的认知 不依赖于记忆 习惯 既定的东西 或者应当如何 它取决于 时时刻刻展开 无选择的觉知 假如我们深入地 谈究一下 就会发现 在这种觉知里面 根本就没有 任何累积性的过程 一旦存在累积 就会有一个 由此展开检验的点 而这个点 是受限的 于是当我们 从某个确定的点 出发去看待关系的时候 就一定会出现 痛苦和冲突 那么生活 是一种不断与观念 与人 与物发生关系的过程 只要我们的认知 有一个确定的点 或中心 即关于我的意识 就必定会有冲突 我们从认知的中心 我 所累积起来的原则 出发去检验 我们所有的关系 结果必定 会有不断的隔离 正是这种隔离 这种想要隔离 看来的渴望 导致了冲突 与争斗 因此 我们生活的问题 便是去认识 这种想要隔离的欲望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活在孤立隔离的状态 但我们建立在 欲望之上的所有努力 最终 必定会是排他性的 隔离性的 所以 欲望 是一种瓦解 分裂的过程 欲望 与许多方式 表现出来 或隐蔽 或公然 或有意 或无意 但倘若我们 能够去觉知欲望 不是作为一种训练 而是通过每时每刻 去观察 不做任何选择 就会发现 我们将立即 自发地探明真理 正是真理 可以带来自由 而不是我们 为了获得自由 所做的一切 真理不是累积性的 它是时时刻刻 被洞悉和认识的 一个去累积的人 不管是累积知识 财产 还是理念 一个被困在 这种自我封闭性的 关系里的人 是无法东西真理的 一个怀有知识的人 永远无法认识真理 因为知识的过程 是累积性的 一个进行累积的头脑 为事件所困 所以 无法认识永豪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认识自我 我的过程呢 假如没有认识这一过程 行动思考 就缺乏基础 为了认识自我 我们就得了解关系 原因是 只有在关系之境里 才能清楚地审视自我 然而 只有当我们既不去谴责 也不去辩护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我们能够展开观察 机敏的觉知 在这种觉知里 不会再有任何选择 才能清楚地审视自我 只要头脑去进行累积 它就不是自由的 可一旦 它能够不做任何选择的 感知到真相 那么 这种感知 便将让它 获得自由 只有当头脑 处于自由的状态 它才会有所发现 在这种自由里 冲突和痛苦 都将消失不在 我这里有几个提问 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让我们一同去检验问题 发现这里 要做到这个 头脑 就必须十分迅捷 必须具有相当高的适应力 必须展开主动的觉知 没有问题会有答案 假如我们去寻求答案 就将远离问题 但如果我们认识了问题 问题便会结束 只要我们寻求问题的解答 那么问题就会继续 因为正是渴望找到答案 妨碍了我们 去认识问题本身 所以 我们对问题的着手方式 格外的重要 对吗 一个寻求问题答案的人 他的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发现答案上面 因此 他实际上 无法直接地审视问题 但倘若我们 能够审视问题 同时又不渴望 去找到答案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问题 将很快迎刃而解 原因是 而后 问题会彰显出 自身的全部内容 所以 如果容我建议的话 让我们用这种方式 一起探究问题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分享的这个提问 特别的有挑战性 所以请喜马拉雅的管理员们正想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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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才会这么说 意思便是 只有当出现了一个体验之外的体验者的时候 这表示 我们的体验 是一种认知和积累的过程 我解释清楚了吗 只有当认知到了某个体验 我才能够体验 而认知 便是回忆 记忆 记忆 显然是我的中心 也就是说 认知和积累体验的过程 便是我 而后 这个我 说的 我有过某种体验 被作为体验 去认知 去累积的 是对刺激的反应 对挑战的反应 如果我没有认知到对某个挑战的反应 我就没有体验 很明显 若你来挑战我 我没有认知到你的挑战的意义 或者我对它的反应 那么 我如何能够拥有某种体验呢 只有当我对挑战 做出反应 并且认知到 该反应的时候 才会有体验 现在 这位提问者 询问道 我怎样才能在内心 体验到神呢 神 真理 或随便你怎么成活 是一种被体验 被认知到的事物 于是你能够说 我对神 有过体验 吗 显然 神 是未知的 他不可能被认知 在你认识他的那一刻 他就不是神了 而是某种 制造出来的东西 也就是记忆 这就是为什么 信神者 永远无法认识神的缘故 由于你们大多数人 都信信神 所以 你们永远不可能认识神 因为正是你的信仰 妨碍了你 然而 不信神 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信仰 同样会反而我们去发现未知 原因是 一切信仰 显然是一种意识的过程 信仰 是已知的结果 你可以相信未知 但这种信仰 脱胎于已知 它是已知 即记忆的一部分 记忆说道 我不知道神 他是未知的事物 因此 记忆 制造出了未知 而后相信 它是一种 体验未知的手段 神 是被信仰的事物吗 牧师 布道者 宗教的组织者 主教 红衣主教 图护 驾驶飞机投炸弹的人 他们全都说道 神与我同在 一个挣钱 或许他人的人 一个据脸财富 修签庙语 或教堂的人 会声称 神与自己同在 所有这些相信神的人 很明显 他们的信仰 不过是一种 自我膨胀 是他们的 一种自我欺骗 这样的人 这些信仰 组织化的教义 按照某种 被叫做宗教的模式 去限定自己心灵的人 显然 永远无法认识 重其真理 要想迎来未知 心灵 就必须彻底空无 不可能去体验真理 因为体验者 就是我 及其所有累积的记忆 包括意识和无意识 这个我 是所有这一切的残留物 他说道 我才体验 然而 他唯一能够体验的 只有他自己的制造物 我 无法体验未知 他只能够体验已知 体验 他制造出来的东西 体验 他去相信 或者重情的东西 即思想的产物 而思想 是来自过去的反应 这样的心灵 显然无法实现 彻底的空无 彻底的独栽 于是 也就永远不会获得自由 唯有能够认识当下实相的心灵 才是自由的心灵 其认识 那无法描述 无法被诉入语言 来让你我去认识的事物 描述它 不过是在培养记忆 用言语 来阐发它 便是把它 置于实践的往里 而凡是属于实践的事物 永不可能是永恒 所以 重要的 不在于你信什么 或不信什么 或者 你展开怎样的活动 而在于 去认识你自己的 全部过程 全部内容 这意味着 时时刻刻去决志 不要有任何累积的意识 当心灵 迈入彻底的宁静 既不去接受 也不去扳斥 没有任何获取 或累积的意识 当心灵 进入了这种宁静的状态 在这里面 不再有体验者 唯有这时 那被称作神的事物 才会登场 此也并不重要 而后 将会迎来一种 创造力的状态 这种状态里 没有丝毫的 自我的表现 在纽约市的 第二场演说 1950年 6月11日 好吧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提问 您说 我们利用生理上的需求 来获得心理上的扩张和安全 您又进一步向我们指出 安全是不存在的 这让我们感觉到彻底的无望和恐惧 这就是全部了吗 客室回答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展开思考吧 首先 生理上的安全是必须的 不是吗 你必须得有食物 衣服 住所 必须获得安全 这种安全 是指我们生理上的需要 必须得到满足 否则 我们根本无法存活于事 然而 生理上的需要 被当作了 心理上自我扩张的手段 不是吗 也就是说 一个人 把财产 衣服 一切胜利所需 当作了 获得自身的地位 进步 权威的手段 换种方式来表述好了 以国家主义为例 自称是美国人 苏联人 印度人 如此等等 这显然是导致战争的因素之一 国家主义 是一种界分 凡是界分的东西 显然都会带来瓦解 国家主义 破坏了生理上的安全 但是 一个人 之所以会成为国家主义者 是因为 当他与某个更大的事物 与某个国家 群体 或种族 进行认同的时候 会获得心理上的安全 自称是印度人 或者其他名称 让我感觉到心理上的安全 我觉得 愉快而满足 这让我有种幸福感 同样的道理 我们把财富 外物 当作了心理扩张 自我膨胀的手段 这边是为什么 世界上会发生 如此多的混乱 冲突 和界分的原因 所以 经济问题 并没有完全 只处在他自己的层面 从根本上来讲 它实际上 是先例的问题 这就是这个问题 所包含的内容之一 那么 只想我们在寻求心理的 或内在的安全 显然 就一定会把 外部的安全 挡在门外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是国家主义者 那么 我们就一定会制造出战争 从而毁灭 那不可或缺的 外部的安全 正是因为 个体寻求内在的安全 才会带来战争 阶级斗争 无数的宗教的解分 以及其他的一切 最终破坏了 所有人类的 外部的安全 因此 只要 我在寻求任何形式的 内在的安全 我就注定 会引发外部的 无序与不幸 单纯去重新安排 调整外部的安全 无论是个体的 还是集体的 但不认识内在的占有欲 将会是彻底的徒劳 因为 心理上对于 内在扩张的需要 势必会摧毁 外部的结构 所制造出来的一切 这是一个我们 可以去讨论的事实 稍后 我将对此展开谈究 那么 内在的安全 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状态 当我们去寻求它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 不过是把自己 给隔离起来 把自己封闭在 某个可以带给我们 满足的观念 袭击 或摩世里头 也就是说 我们要么 把自己封闭在 集体的经验 和知识里 要么 封闭在我们 自己的经验 和知识里 我们喜欢 一直待在这种状态中 因为我们感觉到安全 拥有某种名声 拥有某些特质 和外物 会带给你幸福感 称你自己 是个医生 市长 大师 天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 不然你感到一种 心理上的安全 这种心理的安全 显然是一种 隔离的过程 从而是一种 瓦解 分裂的过程 那么 当你真正领悟到 并不存在 任何心理的安全 你说自己感到 彻底的无望和恐惧 为什么会有 这种无望感呢 为什么会感到 绝望呢 你所说的希望 是指什么 一个依附于希望的人 显然是死寂的 一个在憧憬的人 是正在走向死亡 因为 对他来说 重要的是将来 不是当下实相 而是将来怎样 一个活在希望里的人 根本就不是 真正在生活着 他活在别处 活在将来 而活在将来 显然不是生活 现在你说 当你没有 丝毫 希望的时候 你会变得绝望 是这样的吗 当你领悟到了 关于希望的真理 你变得绝望 将会具有 多么大的破坏性啊 对吗 如果你懂得了 如果你懂得了 如下真理 即 并没有任何形式的 心理的安全 如果你真正 领悟了这一真理 而不是仅仅去猜想 心理上的 不安全的状态 你还会绝望吗 由于我们 总是从 对立面的层面 去思考 于是 当我们身处绝望时 我们渴望希望 当没有希望时 我们变得无望 这难道不表示 我们在寻求一种 没有任何 扰乱的状态吗 为什么我们 不应该受到扰乱呢 若想有所谈明 心灵 难道不应该处于一种 彻底不确定的状态吗 可一旦你是不确定的 你就会落入 无望 绝望 和恐惧的状态 而后 你会发展起一套 绝望的哲学 并去追逐它 很明显 假如你真正懂得了 关于希望的真理 就会白头 无望 和希望 可一个人 必须明白这个 必须认识和体验 这种状态 我们所谓的恐惧 是指什么意思呢 对什么恐惧 害怕不存在吗 害怕你的本来面吗 害怕失去 害怕迷失吗 恐惧 无论是有意识的 还是无意识的 都不是抽象的事物 它只会存在于 跟某个事物的关系里 我们害怕的 是不安全 对吗 我们担心不安全 不仅是经济上的 更多的是心理上的 也就是说 我们害怕孤独 害怕一无所有 害怕彻底赤裸的状态 害怕头脑的 全部信仰 经历 记忆 都被清除干净 我们害怕这种状态 不管它具体是什么 害怕不被爱 失去 或者没有得到的状态 可一旦我们 领悟到什么是孤独 一旦我们知道 何谓孤独 同时又不去逃避 那么 我们就能有所超越了 因为独在与孤独 是截然不同的 必须得 做到独赛 可现在 我们有许多的事物 许多的影响构重 我们从不曾是独赛的 我们不是真正的个体 我们不过是 一大堆的集体的反应 同时带着 某个名称 某些记忆 既有继承下来的 也有获得的 很明显 这并不是个体 那么 要想认识什么是独赛 你就必须了解 恐惧的全部过程 对恐惧的认知 最终会带你进入到一种 彻底空无 彻底独赛的状态 也就是说 你殖民一种 无法被满足 无法被填满的孤独 你无处可逃 无处逃避 而后 你将看到 一个人 可以去超越孤独 而后 既不会有希望 也不会有无望 只有一种 没有任何恐惧的 独赛的状态 正如我所说 一个怀着希望的人 显然并没有 再真正地生活着 因为对他来说 将来 才是格外重要的 于是 他愿意为了将来 去牺牲掉现在 这就是 一切思想家 一切构建 无图帮的人们 所做的事情 他们牺牲现在 意思便是说 他们宁可为了将来 而杀死你我 仿佛他们知道 将来一般 所有的政治党派 所有的思想家 都在我们面前 晃动着某种希望 那些追逐希望的人 最后 则遭到了毁灭 可如果我们 能够认识那种 对于心理上的 安全的渴望 冻戏他的 全部过程 而不是仅仅 去排挤他 或者活在某种 幻想的状态里 如果我们 通过机敏的觉知 能够意识到 自我 我的每一个反应 懂得并不存在 任何形式的 心理上的安全 不管是通过财富 通过人 或是通过某种 思想意识 那么 在这种心灵 彻底不安全的状态里 将会迎来自由 单单在这自由中 就能够发现 当下是这样 然而 这样的一种状态 是那些怀有希望 恐惧 或者那些 想要得到 某个结果的人们 无法打致的 好吧 这个问题真棒 休息一下 听上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